第1601章 发起狠来连自己都打骂 谁都没有料到 他这么快就完成进化 肉身震塌虚空 魂光透过天灵盖 照亮了整片天穷 想都不用想 一眼就可以看出 他初步蜕变后 实力提升得极其可怕 在他身上 浓郁的能量符纹流转 恐怖波动扩张 扭去了周围的时空 轰动 明明是白昼 可是却有漫天星光突然倾泻 垂落在楚风的身上 将他淹没了 让整片世界都共振 混元 果然到了这个层次 有人叹道 混元 混合天地盗纹 容纳大世界之源 现在 整片世界与他共鸣 所谓的漫天星光 其实都是盗纹 各种妙理交织 落在他的身上 楚风中式抵制这个层次 成为杨坚所说的大能级生物 他的混元级实力 远超正常的进化者 不可以道理计 因为 他是双道国 此外 他打破了整条花粉进化炉的天花板 突破极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已经在尝试拓路 什么样的进化者最强 尝试走自己路的人 为什么拓路者经常会被尊为一个进化文明的道祖 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巨大贡献 还因为他们自身意足够强大 谁与我一战 楚风问道 他的躯体 流淌着仙京般的光泽 无垢无尘 血肉与脏腹盈盈发光 真血洗礼四肢百骸 真正灭盘了 当下 他进入到了最强状态 楚风的眼中 金色符号闪烁 宛若大道之书的文字 若是他有意逼逝 目中光辉 足以抹杀天尊 他的发丝飘舞 根根晶莹 竟割裂了虚空 他的口鼻间 在接引天地之精 以及世界本源能量 与天地共生同脉动 当楚风轻轻吐出一口气 吃得一声 将大地尽头的一座山岳基段 他心生的肉身中 蕴含着浓郁的生机 他感觉前所未有的好 真血流动 如江海冲击 尤其是心脏的跳动 强劲有力 当被他自身关注时 心脏与体外的环境产生共鸣 一时间 人们经听到了 泪动天庭战鼓般的响声 动 动 动 地面居然都在颤 虚空一在抖 周围的空间 与楚风的心脏跳动 共振起来 不 有人手抚心口 满脸苍白之色 不 更有人直接大口吐血 一切都是因为 楚风在关注自己那颗 红如天日的强大心脏时 与虚空结为一体 让天地共振 那些人承受不了 他的心跳声 可以想见 现在的楚风 都不用需要真正动手 其自然的身体脉动 就足以威胁到外人了 比如 他若是一声大吼 以他现在的滔天血气 与以及惊人的混元倒过 足以将近前的天尊 都活活吼碎 大能 这么年轻的大能 已经很多年 没有见过了 阳间 有些老怪物 都在艰难地咽口水 感觉喉咙发干 这么年少的大能 近古来景见 太惊人了 的确如此 楚风太年轻了 整具身体 连带着发丝都在发光 看起来很清秀 但却是一位 可怕的大能级生物了 上苍的中青带 此时脸色都变了 他们已经意识到 这个人有些难以揣夺了 绝对不可轻瞒 现在 这个少年魔头 多半真的足可以威胁到 上苍各大进化文明的道子了 若是同境界的话 这个少年魔头 不见得比任何人差 这种生灵 纵然出生在下界 没有在上苍成长 将来多半也是一个 了不得的怪物 甚至 他有几分 可能会走到无敌的 路径领域中 当想到这些 许多人更为忌惮了 显然 上苍的人意识到 眼前这个少年 已经能够与落天仙 这种道子中的 佼佼者比肩了 若是以后给他足够的时间 到底有几人 谁能收他 然而 刚思及到谁能制衡他时 就有人真的收他了 璀璨光芒照耀时间 混沌气弥漫 大道符文密密麻麻 将楚风淹没 并在第一时间 让他的身体 横飞了出去 这种能量光束宛若江海 符文更是深奥不测 将楚魔打飞了 甚至让他嘴角躺血 直接负伤 许多进化者目瞪口呆 这么强大的楚风魔头 复创了 不讲武德 谁在偷袭 唇红齿白的老谷 第一个跳了出来 担心楚风被人袭杀 因为到现在都没看到 来人在何方 哄 突然 一声巨大而恐怖的声响 在虚空中炸开 滚滚音波 淹没了整片两界战场 刚还在跳脚的老谷 险些栽倒在地上 有电胡子他身前划过 险些将他的身体贯穿 幸亏他距离楚风很远 那刺目的光束 与他擦肩而过 然而 有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只能说流年不利 厄运当头 有几位净化者 在那绚烂的光芒中 化成了灰烬 他们不是神王就是天尊 都是较强的净化者 而另一边 还有一位混元层次的生灵 上半截身体消失 只留下焦炭般的两条腿 一死去了 退 有真仙大喝 警告众人 离楚风那里远一些 可想而知 楚风究竟遭受了 多么强大的攻击力 连最边缘的电胡余光 都将混元境界的生灵 批杀了 他处在正中央 虽嘴角躺血 但是肉身依旧晶莹 泛着宝光 没有被劈穿 真阴险啊 楚风要压 他获得抬头 仰手望天 那是天结 而且是 只在史书中记载的 相应境界的最强天结 足以轰杀处在 这一领域的一切生物 这种大结 自古以来没有几人度过 就更不要说 身在结光中 最终活着熬下来了 让楚风愤懑不过的是 这天结像是有灵 居然无声地披落 过了片刻后 才轰然一声乍响 无论怎么看 这次的天结都很特殊 不像是雷光 倒像是大道规则符文 倾泻下来 要震杀他 事实上 那璀璨的光芒中 的确蕴含着 密密麻麻的符号 伴着混沌器 威力奇大无品 这一次 的确出乎他的预料 因为 他的身上带着石罐 过去一直是能够屏蔽一切 连天结都找不到他 今日不知道为何 石罐不曾为他遮蔽 令他遭雷轰了 他有种某种猜测 或许是因为这一次 冲破了花粉净化炉的天花板 所以 连石罐都没遮住他的气息 来 让我看一看你有多强 劈不死我 就会造就一个更强大的我 楚风火气上冲 对漫天雷光勾手 他进阶后 刚展现出最强姿态 结果就被被突兀 而直接地 暗翻在地上 楚风觉得 这所谓的最强天结 带着满满的恶意 冥冥中该不会真有什么东西 在注视他吧 他主动出击了 挥动拳印 并驾驭七宝妙数 催动光轮 哄 这一刻 天地巨震 万道和鸣 无数的符文在雷光中席卷 那是规则 是秩序 是审判 对楚风全方位的照顾 他被雷光淹没了 被规则侵蚀 被符文镇压 犹若珠网中的缠在挣扎 杀 楚风大鹤 将最强天结当成了敌人 势不两立 拼命大对决 他正断秩序神练 在雷光中纵横出击 很快 他脸色发黑 脸色有部分是被雷劈的 出现了他自己 那是基于他 而被大盗显召出来的吗 而且 那个他挥动中集权 向着楚风轰杀过来 龙争虎斗 激烈厮杀 外界 人们都麻木了 听到阵阵呼吓声 这哥们疯了吧 怎么再骂自己 楚风却实气地够呛 他太吃力了 竟有些厌恶自身了 那么强大的道横 及其难对付 将他泪要真血 都要燃烧起来了 打到最后 他都要虚脱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楚风满身是伤 真血几乎枯竭 重重地坠落在地上 简直一动不能动了 楚风骨断金蛇 浑身都是焦黑的大窟窿 他实在受不了 那最强 天结满满的恶意 竟这么对付他 还好 九死一生过后 一切都结束了 他在诅咒 骂贼老天 骂上苍 众人无言 尤其是上苍中青代 觉得非常无辜 原来下界的人 这么看待上苍啊 有事没事 就骂老天爷 骂上苍 欧阳蛤蟆直捣鼓 楚魔发起狠来 在雷光中连自己都打骂 楚风听得清楚 气得够呛 这该死的口水龙 不过来搀扶他 还敲咪咪地揶揄他 最终 还是周西跑过去 送给他一粒神丹 为他服下 其实 到了楚风这个层次 这些伤算不得什么 他长吸了一口气 直接从天外夺取天地精粹 恢复伤体 时间不是很长 骂天先走来 道 你好了吗 如果身体无恙 那就准备迎战吧 他身段修长 看起来恶挪挺秀 犹若一株仙怜般灿烂 想不引人瞩目都不行 不过 他的气质太冷了 哪怕他的衣裙包裹下 身体曲线起伏 可还是给人以无比冷艳之感 并且 这个女子太强势了 随着他脉步 天地居然在颤抖 在他留下的足迹中 更是有大道纹落交织 撼动天上地下 让时空塌险 若是一般的对手遇上他 光是他这种气势 就足以压制住对手 动弹不得 会被他横扫过去 来吧 楚风向他走去 针锋相对 身后也是密密麻麻的大道纹落 自身的气场扭曲了天地 沙 落天仙清赫 虽然疯姿绝世 但是 这个女人动手起来太霸道了 比男子还要生猛 她居然主动冲过来 捏拳印 轰隆一声 就打爆了虚空 刺目的光束 淹没了这方天地 她那洁白的拳头 绽放出密密麻麻的符文 比太阳炸开还璀璨 轰向楚风的头颅 楚风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势的女人 上来直接要与她肉搏 碰 她没有什么可怕的 终极拳直接就轰了上去 她不介意上来就分生死 刹那间就定输赢 谁怕谁啊 彭笑九天 这一刻 某种可怕的威压散发 那落天仙的拳印中 近战放出一只璀璨的凶情 冲向楚风 落天仙的拳头 没有与楚风接触 但是 这一刻却更为可怕 拳印中呼啸出的金翅天鹏 威势不可阻 遮天蔽日 金光挤压满天地 那凶情破碎虚空 急速临近楚风 进行扑杀 楚风无惧 没什么可在意的 终极拳绚烂 像是焚烧的 玉外大星撞击过去 轰的一声打在金鹏身上 让人吃惊的是 这金翅 天鹏似是活着的生灵 居然再次发出鹏笑 漫天金色的羽毛落下 到处都是 并开始穿插虚空中 凝结成了鹏鱼场域 一根又一根金色的鹏鱼 如同秩序神炼 锁住了这片时空 将楚风困在中央 是 地鹏拳 连上苍的一些仙王都动容 因为 那是昔日一位 富有盛名的道祖允落前 留下的最强绝学 这门泉印出了名的刚猛霸道 根本不适合女子修行 人们没有想到 落天仙境恋成了 而且真挚璀璨妙境 楚风身体发光 体表符纹流转 最后猛然一阵 生生扯断了 缠在身上的鹏鱼秩序神炼 再次向着落天仙轰去 动 两者间爆发出骇人的光束 席卷了天上地下 树头金翅天棚 扑在楚风的拳头上 如同星河撞击 光芒滔滔 毁灭气息爆发 极其射人 光芒消散 落天仙凌空二立 青丝飞舞 挟无边神力 带着浩瀚如汪洋的能量波动 向着楚风又一次扑杀过去 再次主动出击 人们震惊 尤其是诸天的人感觉不可思议 明明是一个绝力的女子 她居然强势霸道到这种境地 这女人太猛了 简直是人形凶兽 居然主动 以权硬轰杀向楚风 真是强势的没边了 老谷嘀咕 真心替楚风捏了一把汗 这绝对是一个强敌 上苍中青带很想告诉她 这就是落天仙 是一个横扫各大进化文明的无敌道子 同境界还没败过呢 哄 两大年轻强者间 再次冲起血木地符文 撕裂了天穷 所有人都意识到 他们两人或许很快就会分出胜负了 因为这种硬碰硬 针锋相对 毫不退缩的大对决 不可能持续很久 楚风凌空立身在虚空中 这一次她化成了恐怖闪电光束 周身腾起无尽的大道符号 体内针血沸腾 杀向落天仙 落天仙宝像庄严 宛若真正的仙佛在世间行走 她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宛若佛陀号令诸事 而且 这一次不仅是曾经展现过的 起手式那么简单 她双手接连变化 真的如天仙一击 要镇压世间 轰隆 现场 什么都看不到了 茫茫天地间 到处都是光 都是大道符文 落天仙童境界不败 从未遇到过对手 未来是有可能要走到路径级的生灵 她与这下界的楚风 究竟孰弱孰强 连上仓的真仙都动容了 密切关注战场中的变化 第1602章 摩世 楚风生命层次跃迁 此时已是一位混元级强者 可以说展现出了最强姿态 但还是遇到这等大敌 落天仙强地超出众人的想象 让所有人都震撼 她只天天碎 只地地崩 大道符号游弱繁星 罗列虚空中 足可以绞杀万灵 若非楚风将中极权推演 向不可揣夺的层次 这次对决多半危矣 她被无穷地灿烂倒闻淹没 哄 大爆炸声传出 震耳欲聋 那是龟子的撕裂 秩序地崩断 两人间毁灭性气息 席卷了天上地下 以楚风与落天仙为中心 在两人的周围 一条又一条数尺宽的黑色大裂缝 自虚空中蔓延出去 有的直通天琼 有的没入地心 杀 落天仙再次轻斥 杀字从一个绝色女子口中吐出 竟是杀伐之力阵势 在她的身边杀气冲销 有形的煞气凝聚成 一柄又一柄巨大的仙剑 贯穿了天上地下 天琼被刺破 长空被贯穿 山月高的粗大剑气 排山倒海般 一起轮动起来 向着楚风劈去 这等场面 这种浩大的声势 简直可断星空 可斩诸天神魔 太惊人了 绚烂的光芒 照亮漆黑的域外 也照亮了整片苍茫大地 而这些粗大的剑光 都只是她体外杀气的 自行凝聚而已 并非这次的主攻之术 真正的杀招 自然是她在严肃施展的法应 轰隆 这一次 她指天之手下压 指地之手上抬 这本就是一种无敌法应 现在起了变化 导致天地生变 天琼在压落 大地在隆起 更为可怕的是 无尽的道文垂落 自天琼倾泻到大地上来 这女人太强了 双手同时滑动 莫名的大道诡计演变 天地浓缩 将楚风挤压在当中 天与地 净化成了两块末盘 要将楚风碾成血泥 哄 楚风那里 腾起无尽的符纹 其体外不灭经纹缭绕 与其血气凝结在一起 自行演绎出道文 那漫天的剑光 粗大超过山岳的仙剑 都被她踢倒冲销上的道文磨灭了 哄 仙剑光炸开 不灭道文激荡 天地间到处都是神光 到处都是可怕的能量弥漫 摧枯拉朽 大地沉陷 虚空塌陷 如同末世来临 当然 最为可怕的 还是骆天仙的法印 这时 场外的人看得真切 那片战场中 天穷与大地 同时被她熔炼 急昼浓缩 并化成了两块末盘 挤压楚风的生存空间 骆天仙太厉害了 产世佛族的无上法印 又柔和了道族的翻天印 再融入腹的印 竟演化出这样的奇数 连上苍的真仙都忍不住探道 给予高度评价 她竟以这种方法 炼成了天地末盘 这种传说中的秘法 当真了不得 纵然是一些老怪物都在羡慕 因为 有些经文 有些传说中的古法 不是你进化层次 高就能炼成 诸般神通 无穷妙道 也讲究原法 需要各种契机 才可能参悟到尽头 楚风被两块末盘挤压到了当中 让所有人关心她的人 都提心吊胆 因为 人们都看出来了 那女人太可怕了 传说中的无敌秘法都炼成了 实在难以对抗 天地末盘 号称可以磨灭苍生 碾碎大盗 生灵被困当中 难逃大劫 上苍的一位道子开口 连她这种人都暗自心惊 早先并不知道 落天仙炼成这种天宫 她能挡住吗 阳间的人都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 深感惊悚 可以看到 虚空在模糊 在破灭 被那两块末盘碾碎了 楚风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即将被两块末盘触击 落天仙毅力长空中 长裙烈烈斩动 青丝飞舞 看起来无比美丽 宛若飞升的女仙 轻力出尘 风华绝世 可是 她的战役却如此的可怕 口中轻斥 合 她一手下压 另一只手上抬 两只手相合在一起 而后掌心转动 与此同时 两块巨大的天地末盘 随着她的精英的手掌合在一起 也开始缓慢转动 要将楚风压成血泥 没个形神俱灭 楚风浑身爆发 刺目的光束 不灭经文自行运转 她当空而立 竟以肉身撑住了两块墨盘 她如山窥然 道 无法无念 无时无空 为身永存 任你千般神通 万般妙道 无以身横度 一拳破尽古金法 哄 她的拳印上满是金色字符 蔓延向全身各处 那是石冠上的文字 被她参悟出来 推演出至强秘书 同时 她以不灭的肉身硬康墨盘 右腿如见右如鞭 发出耀眼的光芒 抽了出去 扫向那所谓的无敌墨盘 当 火星四箭 巨大的响声发出 将两届战场 不少人的魂光 都差点震出来 两块墨盘压向楚风 触及到她的肉身后 竟不能再进一步了 被她生生抵住 咔嚓 虚空在破碎 天地秩序在断裂 规则在崩塌 一切都是因为 两块墨盘的伪力 简直是无误不破 皆可墨碎 但是 楚风的肉身竟挡住了 硬抗下来 没有化成血泥 这一景象 惊呆了所有人 给上苍中青带 带来的震撼性 不亚于一场 山崩海啸般的大地震 连这种无敌术 都能用肉身硬抗住 许多人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谁能杀我铁 灭我身 上苍道子也不行 楚风大鹤 发丝飞舞 整个人笼罩着 一种魔性光辉 她有底气 当初 走轮回石鹿时 连光明死城中 那个碾压万灵的 粗糙石墨盘都见识过 还怕眼前 以秘法催动出来的 两块末盘吗 在她的体外 不灭金纹蔓延 还有石冠上的 金色符号 也在闪烁 交织在一起 形成至强的护体光幕 让她倒体不灭 坚固不朽 她的拳音更为耀眼了 极其恐怖 被两种纹络重叠覆盖 越发地璀璨 是 这一刻 楚风挥动拳音 砸在了压落下来的末盘上 要将它打穿 震碎 轰的一声 天地巨震 整片苍穹都似要坠落下来了 整片大地都要毁灭了 山崩地线 时空紊乱 两届战场上 许多人站立不稳 差点摔倒在地上 因为天地都在晃动 长空都在塌陷 更有规则断裂 一副蔑视景象 这两人真的是 混原层次的生灵吗 为什么如此可怕 同级的进化者 诸多大能多深感恐惧 换作他们上去的话 估计会被那两人顺杀 一巴掌拍成血泥 荡 荡 荡 天空中 楚风不断挥拳 灿烂夺目 整个人从头到脚 都被不灭道纹 与金色符号覆盖 他带着不灭之意 释放着不朽的能量 周围神性粒子沸腾 道祖物质 也在隐约弥漫 景象惊人 天地末盘 被他阵的颤抖 脱离他的区域 要被他打得翻飞出去了 传说中的无敌术 演绎成的两块末盘 剧烈晃动 楚风立身之地 空间被撑开 光明永存 他周身绚烂 早先被挤压的空间 不断扩张 开辟出清新世界 楚风低吼 黑发披散 双目如闪电 他像是在开天辟地 其肉身不灭 血气如海 绚烂全印无敌 汗天动地 要击穿一切阻挡 打出一片朗朗乾坤 这是会员领域中 志强力量的大碰撞 撼动了苍茫天地 两人一个是上苍的道子 一个是阳间的楚魔 代表了两种极限战力 没有任何的花哨招式 上来就动了真火 直接就是硬碰硬 荡 荡 楚风如同风魔了般 全身血气暴涨 如汪阳般在汹涌 周身都是密密麻麻的道文 将自己的力量 推向了最绝颠 隐约间 在他的脚下 出现一条断路 伴着无尽的灵 如同烛火照亮黑暗 这是拓露者独有的景象 他走在莫名的道路上 连天地都有感 为他这般体现出来 哄 楚风的拳印 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光滑 像是轰穿了黑暗天地 打破了荒芜的古老纪元 在行开天之势 墨盘不稳 剧烈晃动 被他生生打得翻腾了起来 并且传出咔嚓声 有一块墨盘出现裂纹 高空中的落天仙 身体略微摇动 向后退了几步 然而 他很快就稳住了 深邃的美眸中 射出惊人的仙道符文光束 他的两只手 先是猛然分开 而后又重重地拍击向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 天地墨盘也是先分开 一个墨入云霄 一个顿入大地深处 然后 随着落天仙两只手 猛然拍向一起时 两块可怕的墨盘 也在刹那归一 轰隆 这像是模式之节 两块墨盘合一 碾压之力太可怕了 天地为之哀鸣 站立 秩序几乎不存 归则为之崩塌 观战的人 全都双耳嗡嗡作响 气血翻腾 不少人更是嘴角直接一血 被不稳定的大道剧烈波动时 伤到了 楚风 一些人大叫 那样的两块墨盘 铭刻着不可理解的符文 直接撞向一切 身在他们之间的处风 能有好下场吗 被击杀了吗 应该化成血泥了 上苍中青带低语 脸色发白地议论着 纵然是他们深战场外 都感觉阵阵后怕 落天仙未免强大得太离谱了 这是在驾驭大道轰杀对手啊 那两块墨盘 无论怎么看 都像是大道的有形载体 谁能力抗 不对 墨盘间有奉险 有人怪叫 并且 在这个时候 轰的一声 一股毁灭性的气息爆发开来 在墨盘间露出一道身影 楚风没有化成血泥 竟生生撑开了墨盘 并且 天地仿佛要倾覆了一般 两块墨盘剧烈抖动 接着翻转了起来 到了最后 两块墨盘位置都变化了 不是一个再上一个再下了 而是来到了楚风的左右两侧 他以双手撑开 自己的掌心喷勃璀璨道文 在不断地震动 可以看到 以他的两手为中心 墨盘上密密麻麻全是裂痕 他的手 竟也有些像墨盘了 许多人吃惊 楚风运转自己的法 当初就动用过这种秘术 将各种权硬柔和 并结合石冠上的符文 推演出模式拳 双手如同墨盘 当初 他第一次动用时 就轰杀了五疯子一脉的 核心嫡系传承者 今天 见落天先一而再地动用天地墨盘 镇压他 楚风也开始演绎这种法 景象惊人 大墨盘内有两只小墨盘 彼此对抗 相互碾压 显然 这是极其对立的两种力量 楚风所有力量源泉 都在肉身中 以双手模式 落天先催动道法 熔炼外在的大盗 浓缩成两块天地墨盘 他自身立在高空中 驾驭大盗载体 攻击楚风 诸般伟力 静归无身 楚风大吼 他所有力量 一切的道文源头 都在自身 落天先眸子深邃 眉心的红色印记 经营璀璨 他则与楚风极致相对 在驾驭大盗呢 轰隆 两者针锋相对 所有的力量 都涌向末盘 并撞击在一起 砰 巨大的声响传出 最后又有咔嚓声传来 两块天地大末盘 在楚风双手的震动下 四分五裂 而后猛烈地炸开了 落天先亮枪倒退 第一次受到剧烈冲击 但是他并未负伤 连大盗载体 天地末盘被楚风打崩 他居然都没有受到牵连 正常来说 一般人肯定要被反噬 而他却无恙 周身掀气沸腾 他的战役不减 反而更强盛了 这一刻 楚风的气势 也攀升到了 最为恐怖的境地 宛若一个盖世大魔王出世 杀出末盘空间 冲着落天先就追了过去 动 天地都被他的轨迹贯穿 发出可怕的轰鸣声 楚风像是一道人形闪电 接近落天先 强势轰杀 整个人便是武器 肉身横渡长空 破灭一切大劫 落天先此时周身 都被身不可测的 大道符纹笼罩 隐隐发光 他以秘法护体 催动不适天宫 主动迎向楚风 煞时间 两人接连大碰撞 楚风的肉身 蕴含无边力量 打开打合 在天地间纵横 不断轰杀向敌手 落天先驾驭不可测的大道 笼罩道体 催动秘法 如心和倾泻 妙述一道又一道的扫出 在近距离内 横击楚风 所有人都看直了眼睛 这两人太强了 速度也快到了逆天的地步 他们不断碰撞 不断大对决 如同两道闪电纠缠在一起 一会儿从天上打到域外 一会儿又同时撞击向大地 这是真正的巅峰大对决 楚风还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对手呢 他现在可谓神功大成 冲破花粉净化路的天花板 尝试开拓自己的路 可以说 任何一位拓路者 都是与众不同的 同境界无敌 可以清晰地看到 天地都为他显照 在其脚下有一条路 真实地浮现 承载着他 这是极致的道果 正是在这种境地下 他处在最强状态中 居然还是有敌 事实上 上苍的人比楚风还要吃惊 落天仙何许人也 同境界不败 在浩瀚上苍中 排在他前面的十几位盗子 境界都比他高 不然的话 一旦他的进化层次提升上去 那他多半就是无敌的 能横推所有盗子 在这种情况下 他居然在下界遭遇大敌 怎能不让其他上苍净化者震惊 谁都没有想到 上苍之子在下界居然有敌 碰 激烈的大对抗 楚风身上的衣服都破烂了 而后更是被打成劫灰 这个如同天仙转世的女人太强横了 不过 落天仙也同样没有占到一丝上风 被强势的楚风逼到境前 一路轰击 那可怕的拳印将他快淹没了 轰隆 天地崩裂 虚空大爆炸 落天仙身上赫赫有名的黄雨战衣 都被打崩了 露出了洁白精英的尖头 实在是楚风的拳头太坚硬 过于恐怖 动 像是在开天辟地 两人每一次对决 都带动着无数的秩序之光绽放 割裂苍茫天地 在刺目的光芒中 随着战衣破碎 落天仙第一次皱眉 他居然被人攻伐到这一步 左肩彻底裸露了 战衣部分炸开 洁白偶臂等都暴露出来 连盈盈一握的小蛮腰都若隐若现了 至于他的战裙 早已化成飞灰 内里的甲咒破损严重 楚风劈头撒发 在上苍的中青带看来 他越发像是一个大魔王 追着那绝代倾城的天仙子攻杀 再这么下去 落天仙身上的黄雨战衣 必然要被彻底打崩 上苍中青带颇为担忧 先不去预测胜负 可如果风华绝代的落天仙 被打到兵机玉骨全面裸露 那同样很糟糕 杀呀 打到他裸崩 欧阳蛤蟆口水四溅 大喊了出来 第1603章 真男人处风 无数人的目光投在欧阳风身上 这当中不仅有上苍的天才 一叫圣女 更有上苍稻子 全都无比仇视他 此外 连真仙都被吸引了目光 甚至有古老的仙王都瞥了他一眼 开什么玩笑 上苍不败的生灵 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第一道子的落天仙 会被人打到裸崩 想什么呢 欧阳蛤蟆发毛 不断咽口水 这么多目光锁定他 令他秒怂 直接安静 再也不敢喷口水 别人忌惮 但是有些生物却不在乎 正是狗黄 道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我爱听 再讲一讲 我当年最喜欢说个叫圣女 稻子等当人宠 打到裸崩不算什么 欧阳风听到后直缩脖子 很想说 你二老爷的 你这大嘴巴狗 乱说什么呢 我根本没那意思 别给我再拉仇恨了 哼 真敢说 将圣女 稻子等 收为人宠 有上苍的生灵忍不住了 在那里冷笑连连 怎么 不服 可你这种货色 我看不上 狗黄刺着大板牙道 所有人都无语 这狗太特么招人恨了 但是一般人还真惹不起 你 王 狗黄搭拉着脸喷塌 唾沫星子飞溅出去 足有八百米远 这距离 让欧阳风多眼睛发直 哼 天空中 惊人的大战在持续中 那两人化成两束光 纠缠在一起 激烈交手 不断大碰撞 虚空中绽放出一朵 又一朵恐怖的能量蘑菇云 可以看到 一条又一条黑色的大裂缝蔓延 苍穹如珠网 到处都是裂痕 两人纵横冲击 一会儿杀到地表 撞他数万米高的大山 一会儿冲进混沌中激战 宛若在开天辟地 在他们之间 妙数层出不穷 符文如繁星闪耀 照亮了天上地下 此时 楚风越战越有感觉 他观不灭经文 物识惯上的金色符号 两相参照 心中大受触动 虽然是在大战中 但是他若深陷 某种特殊的妙境内 有些不可自拔 在他的眼前 不灭经文似乎活过来了 这是真正开发 人体自身力量的经文 让他的血肉活性不断增强 而石冠上的金色文字 以神秘莫测 映照在他的心头 浮现于他的体表 交织成复杂的道文 透过这两篇经文 楚风模糊地看到 体内一扇又一扇的门 有的是开启的 不断向外流淌 金色岩浆般的能量 而有的则是半闭合的 道文丝丝缕缕 伴着部分金色的能量合流 缓慢地溢出一些 楚风心头震动 借助两篇经文 再配合倒影呼吸法 他竟观摩到了 体内门的部分真实情况 这就有些逆天了 借此经文 他竟可以定位到体内的门 而且 并且随着运转经文 竟在撼动那些门户 令缝隙变大 毫无疑问 随着时光的积电 楚风体内的门 注定会被渐渐开启 楚风怎能不震撼 这样的话 他将会很主动 全程可观开启门的各种变化 楚风这样内观密门 对他的好处极大 令他甚至想尝试 集中精气神去破门 毫无疑问 在面对骆天仙 这个极数的大敌时 这样的瞬间顿悟与有感 让他有些分心了 碰 他的肩头 被对方击射出的 一道璀璨剑芒机中 溅起一大片血花 鲜红中 带着一灿烂的道文 楚风 许多人惊叫 这太危险了 就在刚才的一刹那 触摆到剑光 沟通了天上地下 伴着雷光 伴着剑芒 楚风居然被斩了一剑 经过不灭经文的加持 也参悟了 道子针腾的大道秘法 楚风的肉身 坚韧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若非如此 就这一剑而已 足以斩杀横极生灵 甚至是道子 也要引鹤而终 就这些本领吗 远不行 骆天仙开口 面孔绝美 满头青丝飘舞 他似乎很失望 他确实觉得 如果楚风 只在这个层次的话 还不足以将他逼入极限 无法魔力他的 某种无敌天宫 他的这种言语 被上苍中卿代理解为 楚风要败了 不足与骆天仙为敌 真男人 最恨别人说不行 我是楚中吉 现在热身结束了 楚风声音低沉 他没有再分心 不过 他依旧在灌体内的门 尝试彻底撬开 一扇特殊的门 那你来 骆天仙凌空而立 身段修长 破损的那甲 包裹着惊人的曲线 他美目深邃 眉心一点鲜红的道文印记 极其的冷艳 他示意楚风 展开最强大的手段 进攻他 哄 当楚风专注于体内 某一特殊的门时 他的速度突然暴增 一下子提升到了 让人震惊的地步 身弱闪电 撕裂虚空 贯穿天地 一下子就到了 骆天仙的身前 楚风的权硬 如太阳般灿烂 超越人们的理解 急速向前轰去 这一刻 他明白了 那扇门果然与速度有关 在他内观时 意思于当初学写 闪电拳般的符文 现在 被证实了 他可提升速度 什么 那是大成的闪电拳 在这个年龄段 他居然就能领悟 透彻这门拳印 有人惊叹 楚风如同闪电般 速度太快了 以肉身横度虚空 扭曲了时空 连光阴碎片都浮现了出来 在其周围缭绕 可是 人们并不知道 这根本不是闪电拳 只是楚风自身速度 提升到极限的结果 是他暂时放弃其他门 而集中全力推动 那扇门导致的 他关乎着速度 楚风的身体都虚淡了 如同被时光分解 又如同附着在闪电中 快到不可思议 他的拳印接连打中落天仙 碰 不是闪电拳 但效果一样 快得惊世骇俗 打在落天仙 裸露在外的银白尖头上 顿时让那里红肿 哄 又是一拳 楚风的拳印 透过落天仙交叉的双臂 险些轰在他心口上 接连上百拳 神光绽放 虚空都一片绚烂 六计都打在了落天仙的身上 这顿时惊呆了一群人 什么状况 楚魔的速度 为何提升到了那种恐怖的程度 连时光碎片都开始纠缠他 许多人惊悚 他们自问绝对躲避不开 纵然是上苍的其他几位道子 也都瞳孔收缩 暗自忌惮那种速度 因为连落天仙都没有全部躲开 你是男人吗 力量太弱了 落天仙开口 原本他很冷 几乎不怎么说话 可现在却接连发声 而且是奚落楚风 相当的傲慢 有上苍真仙意识到 落天仙故意挤对敌手 想让楚魔发疯 施展最强大的手段 好魔力他自身的天宫 上苍的老怪物觉得 落天仙何样刺激对手 有些过于冒险了 万一楚魔恼羞成怒 与他玉石俱焚 那就不妙了 果然 楚风的脸当即就黑了下来 当着天上地下所有强者的面 你说我什么呢 楚爷我今天真要如欧阳蛤蟆所说的那样 打你到裸崩 他也想用对手魔力自身 毕竟刚仓物不灭精 需要战斗来适应 故此 有些手段还没有施展 现在他有些不能忍了 轰的一声在他的背后 浮现一个璀璨的光轮 仿佛一下子照亮了古今未来 七宝妙术术的加强版 由他推演 更进一步的妙术 被他展现了出来 光轮笼罩 顿时让他万法不清 咔嚓 楚风横空 先是动用闪电般的速度 逼近落天仙 杀到了他的眼前 接连出拳 同时 他开始关注 体内另一扇特殊的门 他有预感 那代表了力量的门 轰的一声 再一次得手 触及到落天仙身体的刹那 他集中力量 撼动力之门 碰 落天仙没有避开拳印 起初 他还觉得 拳印依旧不够有力 难以威胁到他 可是 下一刻 他的脸色变了 瞳孔收缩 因为他感觉到了 真正的死亡威胁 那种力量摧枯拉朽 绝对能将他打穿 轰隆 他在第一时间运转天宫 身体腾起无尽的符纹 这次不光是在护体 符纹中竟还有什么 东西冲了出来 纵然如此 还是有些迟了 他已经忠拳 被楚风的璀璨全印 轰在了腹部 一刹那 落天仙的身体剧烈颤抖 残破战甲中 裸露出来的雪白小蛮腰 被击中后 宛若要折断了斑 他身体倒痒 形成一个夸张的弧度 很难想象 人的肉身 居然可以柔韧到这种程度 他向后仰去 如一张弓斑 要被拉得对折而断了 雪白小蛮腰上下两部分 几乎彻底折叠在一起 哄 他纤细雪白的腰之上 那原本就残破的甲咒 彻底炸开了 被楚风一拳打碎 露出大片的白皙晶莹的光泽 青丝飞扬 落天仙绝美的面孔上 血满金蓉 以及一丝痛苦之色 嘴角一血 身体倒飞了出去 脱离战场 不过 楚风怎么可能放弃进攻的机会 现在哪里会有什么 怜香惜玉的心情 直接要打到对手裸崩 他脚下都是时光碎片 拖着他急速而行 当触及落天仙身体时 时光暂消失 力量之门开启的缝隙变大 轰出恐怖的能量 碰 落天仙倒飞的过程中 接连中拳 肩头骨折 绝美的脸颊 都被拳风擦出血迹 上半身意识中拳 甲咒炸开了 他惊人的曲线 以及雪白机体露出部分 不过 这个时候 他体内冲出的东西更多了 有的形成符纹 有的在画形 守护住他曼妙的身体 观战的人无法看到 楚风动容 终于知道 这个女人 为什么可以承受他的重拳 而不形体暴碎 其体内有神秘的符纹 在绽放 化成了生物 凤鸣九天 在这一刻 落天仙体内冲出九只凤凰 羽翼鲜艳灿烂 并且还有五头真龙 龙银洞九天 恐怖气息弥漫 压他天语 九皇五龙环绕着他 每一只都在绽放神华 将他衬托地在中央 犹若众星捧月 不止于此 落天仙的脚下 还有金翅大鹏浮现 长笑着 要撕碎三十三重天 另外 他的周围 亦有金乌玄空 有白孔雀展翅 一个如同亘古长屯的光之源头 另一个如同吞掉佛陀的 黑暗孔雀佛母 俯视人间 这是什么情况 许多人发猛 感觉到了一片 如汪洋般起伏的强大气息 连在一起 简直让人绝望 那些生物 都是至强序列的 极尽强大 竟拱卫着一人 落天仙 楚风瞳孔收缩 他的确将对手 打得甲咒横飞 肉身晶莹 露出大面积的雪白 可是 对方没有遭遇重创 身体上符文绽放 竟展现出这么多强大的生灵 这是其运转的天宫 在符文中 在灿烂光芒下 落天仙重新披上了一层 银白甲咒 青丝飘舞 绝美面孔上 眉心那里一点红色印记发光 整个人的气息都在变强中 他逼世楚风 越发地强势了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尽你所能 全力攻击我吧 落天仙开口 这种表态 这种强大的自信 着实感染了上苍一代 让人坚信 他是无敌的 到现在了他依旧希望 敌人越强大越好 用以魔力天宫 楚风开口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真男人要在今天烤真龙 煮凤凰吃 不过 吃他们 不会等于吃你吧 一刹那 气质冷冽 犹若广寒仙子的落天仙 脸色也有些发黑 这是什么怪人啊 第1604章 打穿三千戒 现场落真可闻 楚魔的言语 着实让诸多进化者发呆 这是什么怪物啊 扬言要烤熟真龙 煮掉凤凰 都给吃掉 所有人都无言 哄 虚空炸开 符文贯穿苍穹 以落天仙为中心 浮现的那些生灵 全都在绽放鲜光 释放强大的能量 席卷天上地下 但凡关注到这一幕的人 有许多都在战里 身体与灵魂 都在瑟瑟发抖 竟忍不住要叩手 想要鼎领膜拜 因为 无论是真龙 亦或是孔雀等 全都是难以想象的 强横生灵 这么多聚在一起 环绕落天仙 着实震慑人间 正常来说 单一的真龙出现 就足可以搅动天下风云 动荡世间 现在是什么情况 五头真龙浮现 每一条都如同仙精著成 强大有力的身躯 异翼生辉 大道符号在他们的身边绽放 实在害人 更有九头黄鸟鸣叫 其因贯穿三十三重天 震荡人的灵魂 九皇五龙 隐约间 预示着九五至尊 给人先入为主的强大暗示感 令人觉得 根本不可战胜 中清代谁能不惊 这样的生物 单一个体 就可以统一一方 号令诸族 如此聚集 拥促一人 实在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事实上 以落天仙为中心 那里道文生灭 秩序交织 每一寸空间 都承载着亿万军众的大道 交汇到落天仙的脚下 它像是无敌的化身 向那个方向走 都屹立在某种大道之上 俯瞰脚下规则的变迁 在其周围 光焰跳动 那是道的显化 有形载体的呈现 如众星拱月 将落天仙衬托得万劫不朽 不染尘埃 超脱在上 这种气息与这样的道运 令许多老怪物都倒吸冷气 他们年轻时 根本就没有触及过这个层次 果然 落天仙举手投足 都有规则浮现 都有秩序交织 它像是可以挥动整片天地 镇压诸世敌 咔嚓 它动了 脚下蔓延出一条路 宛若非仙之光 贯穿虚空 直冲楚风而去 这条光束伴着光雨 绚烂而美丽 可是也极其可怕 摸灭阻挡在前的一切道文 唯我独尊 无论是楚风释放的能量 还是它身前蔓延出去的符文等 都被那道光束磨碎了大片 动 像是有一尊混沌魔神在移动 楚风猛然一脚落下 镇塌前方虚空将那道光束阻挡住了 空间紊乱 黑色大裂风蔓延 可是那条光束受阻后 却很快又次绽放刺目的符文 逼向对手 人们怎能不惊 若小者心胆皆寒 那光束碾压而过 有几人能如楚风这般砥柱 对其他人来说 根本无力对抗 它破灭一切阻挡 尤其是 它竟然只是铺展出的一条绚烂的道路 拖载着洛天仙通向敌人那里 这一景象太可怕了 这时候洛天仙到了 在那条光束上 荡真如玉外的天仙 圣洁不可直视 光与漫天 普照十方 降临世间 它束手洁白 直接向前压去 无物不摧 无物不破 尤其是 在它的身边 伴着九黄五龙 更有金乌玄空 像是成为永恒的光源 由孔雀共鸣 并伴吞天之相 这种姿态 这样恐怖的声势 谁人可挡 无论是上苍 还是诸天坚 中青带都被震慑住了 手脚发凉 这样的洛天仙 怎么立敌 它邪无量之威 似乎可以镇压 古今所有敌 这一刻 楚风没得选择 只能爆发 竭尽所能 将自己的各种 强大手段展现 杀手捡弃出 一条路出现在 楚风的脚下 它极限升华 在其周围 密密麻麻 全是神闻 都是大道之花 迅速绽放 尽它所能 曾经修行过的法 都在同时间演化出来 而后全面地汹涌 释放 以它脚下的路为根 那是打破 花粉净化路 天花板后所伴随的异象 属于脱路者独有的道运 此时 它的呼吸法幽深而绵长 吞吐间 灵魂与之共呼吸 皮肤也共吐纳 无边的花朵扎根虚空中 环绕着它 楚风镜看起来也很神圣 超凡脱俗 由若踏跃而来的折仙 空明不染人间烟火 无边的花朵 极尽灿烂 在它的周围成片地盛开了 那是大道的声音 那是天地脉动的音符 那是秩序神恋 贯穿时间与空间的泥南轻语 一花一妙术 一花一世界 一花一道泽 璀璨神花出战 刹那惊艳世间 纵然是洛天仙 邪九黄舞龙 伴着孔雀吞天之势而来 也被那无边大道 神花绽放的光彩所组 它的束手 洁白的长指向下压落 像是要打穿着无边花海 击破一花一世界的妙术堤坝 哄 剧烈的大碰撞 无边花海中 妙术冲销而起 阻击洛天仙 冲击他身边的那些可怕生灵 所有妙术 皆为楚风曾修行过的法 或见过的经文等 比如 闪电拳 大日如来拳 飞仙矛 流光拳 乱星指 翻天印 紫砌东来指 更有他的场域手段 通过一朵又一朵大道花绽放后 演绎出特殊的地势 如落黄泊 献仙窟 万灵虚 楚风所学 尽情释放 每一朵大道之花初开时 都有天地共振的声音 都有道则碰撞的声响 当然 所有这些都立足于他的根基上 在他所屹立的那条道路上 无尽灵粒子飘舞 在路的尽头摇曳 为永世不熄灭的烛火 进而成为灯塔 照耀前路 观战的净化者 许多人都头皮发麻 这两人的手段 都太惊人了 轰隆 仿佛天地被剖开 大道被扯断 两人间的符文与妙述等 都撞在一起 不断地汹涌 对轰 烟灭 造成可怕的奇景 一时间 那里成为了毁灭之源 刺目的光滑到处肆虐 大道之花虽然明艳 但是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骆天仙太强势 他携身边的九黄五龙等 更强盛 催枯拉朽 令道花残破 神闻暗淡 碎了一地 无论九黄五龙 还是吞天的孔雀 横空而过的金屋 以及那头盏翅的大棚 都是传说中 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生物 这样聚在一起 实在不可敌 楚风演绎出的妙术等 大多数都被摧毁了 根本挡不住 唯有他近前 七宝妙术发光 化成光轮 将它覆盖于笼罩 不染大劫之光 楚风 许多人忍不住惊呼 为他而忧 这才是开始 我的抵御 我的路 我的法 我的道 可以支撑起曾经的体悟了 楚风低吼 在他的身边 轰的一声 浮现一幅画卷 演绎真实世界 横过身前 挡住洛天仙的去路 他周身血气翻腾 冲销而起 魂光更是大盛 蔓延开来 他还在进化领域的 低层次时 就有过某种极深的感悟 但是 那个时候 他不足以撑起自己的路 现在 他成为了拓路者 再次拾起曾经的法 得心应手 不再是梦幻空花 他以生命血气为纸张 以精神魂力为颜料 泼墨出一幅壮丽画卷 宛若开天辟地 演绎出无敌景象 曾经的感悟 早已揭示了 曾触动他的魂 今日绽放 更进一步书写他的道图 轰隆 起初 许多颗大星在楚风身边浮现 不过很快全部都炸开了 迅速化成了亿万星河 无边宇宙 以及古往今来 但凡所想 星中所念 以及过目的法语道 都在他身边星空中浮现 纵横激荡 星河交织 排列场域 化成匹炼 拦阻落天仙 而这些星河 这片宇宙 但凡有形之质 却又都是以不灭经文 石冠上的金色文字构建成的 极尽坚固 楚风血整片星空 向前砸去 宛若挥动着整片大宇宙世界 要轰杀落天仙 这是以他的魂光为颜料 以气血为纸张 在演化 在开天辟地 用以镇压对手 然而 落天仙清冷的声音传出 他依旧从容 向前俯冲 没用的 我身边的生灵 哪一个不是可以破解的至尊生物 哪一个不是传说中的物种 你纵然演化三千世界 泼墨无量宇宙 我也一并打穿 这种自信 这种可以搅动天地的无边力量 让他看起来 越发地凌驾众生之上 轰隆 他的手掌压落下来 有些星体破碎了 他身边的九黄五龙横空 更是撞碎了一些灿烂的星河 楚风以生命血气为纸张 以精神魂力为颜料 所构建的星河宇宙在被冲击 一些星域刹那暗淡了 这才是落天仙 所在进化文明的可怕手段 养真龙 玉仙皇等 其实都是以他们自身的魂光为根迹 后方 由老先王探道 揭示出那一进化文明的可怕之处 所谓的真龙 仙皇 金乌等长生种 这些至尊物种 都是源自那个进化文明自身 外界 有人传 他们是孵化了各种超级物种的卵 待在身边 随他们而站 然而 真正了解的人 才知道内情究竟多么的恐怖 这个进化文明 他们是在魂光中 构建超级物种的本源符文 跟随他们一起成长 所谓至尊物种等 其实都是他们魂光的演化 轰隆 崔库拉朽 骆天仙 带着身边超级至尊物种席卷而过 楚风所泼墨的宇宙画卷 眼看不断塌陷 就要支撑不住了 不过 他依旧平静 立身 在一颗大星上 注视着横渡星河画卷 即将杀到近前的骆天仙 他身上的血气弥漫 魂光绽放 一时间 整片宇宙画卷都鼓荡了起来 随着他的身体 与魂光共振 在他周围 一颗又一颗大星上 相继出现一道又一道高大的身影 超过了脚下的星体 宛若混沌神魔 从开天前走来 在那些大星上降临 他们迎击落天仙 与真龙 孔雀等 外界 不少人都呆住了 因为 似曾相识 看到了许多道模糊 而熟悉的身影 那很像老夫 九刀一狐疑 狗黄也有些发呆 盯着某一颗大星上的黑色巨兽 不止他们两人 不少人都有感 瞳孔收缩 宇宙画卷中 一颗大星上 一条枯兽的身影大喝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千黄 右擎苍 紧冒雕球 千奇卷瓶刚 外界 九到一分钟凌乱 那不是他吗 而且 他在喊什么呢 太他吗 不符合他身份了 怎么跑楚风的花卷中去了 成为他的打授 然而 其他人却震撼 那是一个如同开天魔神般的枯兽身影 吼动天地 震裂脚下的星球 杀了出去 抓住两条真龙 要将他们扯断 落天仙不为所动 他身边有太多超级物种 那头孔雀 号称吞过佛陀的黑暗凶情 被尊为佛母 现在张口呼笑着 要将大片宇宙星海吞进去 扑杀像楚风的真身 望 本皇在此 俯瞰诸世界 纵横五世纪元 谁与为敌 望 某一颗大星上 一头黑色的巨兽崛起 顶天立地 张开血盆大口 扑向了那头吞灭宇宙的孔雀 外面 黑黄也有点风中凌乱 这他老爷的 在演绎他的行神 他顿时神色不善 盯住了楚风 轰隆 滔天神火肆虐 一头金屋横贯画卷中的宇宙星空 焚烧了一颗又一颗大星 在破坏楚风的生命画卷 这时 一道黑色身影无声无息 出现在金屋的背后 手持一块黑砖 轰的一声 直接砸向他的后脑 这一刻 外界许多人都无言 然后看向一个方向 史前大黑手黎达 嘴角忍不住在抽动 那小子吃了仙人心 到足胆了吧 竟敢演化他 找打 又一颗大星上 腐蚀浮现 口中迎道 挖断轮回 绝境地府 无视黑暗之主 众生之归宿 皆虚无来度 外界 狗黄身边 腐蚀听到这种声音 看到这样的演绎 微笑点头 道 有我的些许气势 然而 下一刻 他便勃然变色 想掐死楚风 星空画卷中 那个俯师喊道 父亲 我来助你 他冲着那些仙皇 就下手了 不只是九道一 狗黄 梨达 俯师等人 脸色发黑 纵然是上苍的仙王 刚才曾出手过的人 现在一神色不善 他们也被演绎了 出现在画卷中 阻击落天仙 打穿三千剑 纵横古金尖 任你演化 我一并轰穿 落天仙轻斥 那个女人太强势了 冷艳破人 眉心的红色道文发光 她身边有些至尊物种 有些被阻住了 有些被击杀了 毕竟楚风 也在拼尽手段 有效清除了一些生物 轰隆 可是 到了后面 无论是那些星河 还是楚风演化出的 那些身影等 都渐渐破灭 都逐步地消失 落天仙带着 剩余的至尊物种 即将跨过残碎的 星河画卷 杀到楚风眼前 这时 可以看到 宇宙星空 在渐渐消散 以及早先的 无数大道之花 也在凋零 成为一条条流光 归于楚风的体内 可她依旧平和 丝毫不慌 等着敌手杀到眼前 那些回归她体内的光 像是经过了千锤百炼 去无存经 更加的灿烂 符文等越发的强盛 她的画卷破开了 她怎么还不躲避 外面 许多人惊呼 感觉她威夷 楚风开口 拓录者 就是要不断尝试 借你魔力我不败的道徒 让我更加清晰明了 诸般神通 万般妙数 所有伟力 都应归于我身 哄 楚风屹立在原地 周身绽放刺目的光束 等待落天仙临近 第1605章 决颠之战 楚风各种手段齐出 可是却被人攻破了 妙数堤坝 她遇到了一个绝世大敌 现在 她绽放无量光 自身的气息并未减弱 反而在变强 她准备硬汉 展现出无敌姿态的落天仙 楚风承认 今天遇到了一个 最为强大的对手 竟将她逼到这一步 她各种手段进出 居然没有挡住 那个冷艳的女子 自她踏上金花路以来 这是环头一次 让她感觉到莫大的压力 能动用的妙数与奇功等 几乎都用尽了 再这样下去 她可能会败亡 连她泼墨而出的宇宙画卷 都被轰穿了 星河崩塌 连她运转所有经文与密法 绽放而出的大道之花都 凋零了 尽数枯萎 虽说 她借敌人之手 淬炼出最为本源的道文 最终全部归于体内 可是 无论是宇宙画卷 还是那大道之花 都是她的心血结晶 曾在某个时期内 被给予过厚望 甚至有可能会成为 她未来的路 但现实残酷 那些法 那些体物 那些路 竟挡不住落天仙 被证明 不能无敌于世 楚风目光灿灿 周身发光 机体与大道和鸣 不断共振 她周围的虚空都在军裂 矩阵不止 她在撬动体内的门 要尽情释放自己的终极力量 在楚风的身体中 那些门户四根骨长存 等待明雾自身后开启 当然 还有其他手段 那就是力道极致 直接推开门户 她现在就在这么做 无论是不灭符文 还是石冠上的金色文字 都成为了开启那些门的助力 导致她的身体与道和鸣 共振不止 在外人眼中 楚风极尽璀璨 宛若一尊少年先帝 从那不可言说的时代中走来 进入现实中 这种能量气息 这样的场景 让无数人吃惊 她在动用什么法 纵然是落天仙都亚异 原本她认为 这个下贱男子 已经绝顶强大了 逼出了她的强大手段 可现在看来 她还有底牌 不过 楚风发现 可能来不及了 因为 她以力之急 尽强行开启那些门 需要时间 不可能刹那完成 而落天仙杀到了 此时 她风华绝代 拥有绝对强大的自信 青丝飞舞 洁白机体发光 美眸深邃无比 举手投足都是妙里 画出道的诡计 尤其是 她的身边 九皇五龙再次浮现 完满归来 号称吞过天佛的孔雀 被尊为佛母 此时有吞天之势 更加强大 三足经乌横空 照耀出未来的时光 悬在落天仙的肩头上方 而金鹏画成做起 在着她立于 大道规则之上 现在 落天仙的气势 攀升到了极致 周围都是道文 竟是规则 她成为了大道的 有形之体 借你之手 魔力我道徒 愿你尽最后的灿烂 不要戛然熄灭余光 她开口了 并已经出手 洁白的长指 晶莹而有道运 破灭长空 拍击到了境前 落天仙绽放无量道文 神圣无比 光滑绚烂 照亮了时间 无论是真龙 还是天皇 亦或是金乌等 全都围绕着她旋转 将她衬托得 愈发的超然红尘上 能量气息恐怖 无敌姿态惊险 且 起码在她这个境界层次来说 已经很难更快了 几乎到了尽头 她挥动拳印时 天崩地裂 掌指上缠绕秩序神练 脚下踩着规则光束 她整个人仿佛环绕着密集的闪电 事实上 那些都是导致诡计 碰 她的拳头 与落天仙手掌撞击在一起 迸发出刺目的光纹 冲击向四面八方 若非老怪物们 出手庇护各族中清代的净化者 多半要发生严重惨剧 可以看到 光纹急速蔓延 地面线尽头的许多山体 都被削平了 刹那消失 而长空更是早已被冲击的 到处都是裂痕 碰 碰 碰 在刹那间 楚风急速移动 身体缭绕着时光碎片 像是要改变时空 实在太快了 与落天仙接连碰撞 毋庸置疑 落天仙强大到同辈人 不敢想象的境地 九黄五龙等 都是她自身的魂光 随她而舞 化成璀璨浮光 缠绕在她洁白的束手上 感应汉楚风的不灭身 生生挡住楚风所有权益 还能更强吗 我体会到了圆蓉的美妙质感 我要将它们都化掉 落天仙开口 无比的蹊跡 眼中泛出惊人的光彩 她在化九黄五龙 她在溶解孔雀佛母 她在并吞长鸣不灭的永恒金屋光源 这是她需要找一个绝世强敌 逼迫自己 压榨自身更进一步 从而走向大圆满的原因所在 楚风脸色不是多么好看 她与人大对决可谓手段进出 居然还没有彻底镇压对手 反而在魔力对方 现在 她撬动体内的门 释放当下这个境界的绝颠力量 才算堪堪与对方势均力敌 实在有些难以想象 事实上 上苍的各路进化者 比她还精 更为难以接受 因为 落天仙已经算是上苍这个境界的最强道子 能胜过她的人都比她境界高 但凡被她追上进化层次 她几乎没有打不败的生灵 而现在 下界居然有人抵住了她 杀了个天翻地覆 势均力敌 最起码 现在还没有看到楚慕要败亡呢 刚才她都要支撑不住了 怎么又生龙活虎了 有上苍真仙都不解 诸天各族间 一些老怪物 一些腐烂的大雨生灵 也有人在感叹 上苍的道子 在同层次的对手中 竟强到这等地步吗 在这个时代 若非遇到楚风 换其他任何人上去 她都具有无法撼动的统治地位 一时间 有些老怪物 都觉得有些心灰意冷 因为 若是同境界 他们绝对难以对抗骆天仙 天空中 交战的两人都缠绕着秩序神恋 都踏着时光碎片在移动 激烈交手 杀到这个地步 着实惊涉了个足 你还能更强一些吗 骆天仙又一次开口 她此时发丝飘舞 全身发光 风姿无匹 眼下 两人虽然未奋出胜负 但是她这种姿态 让人感受到 她绝世无匹的强大信念 事实上 她的确还在逐步的变强中 她在画九黄武龙等身上的光纹 要将他们彻底化为真正的自己 融于一体 远处 有先王清探 这个净化文明果然可怕 最强盗子演绎的法 已经昭示了前路 所谓的各种至尊生物 那些极致强大的龙 黄 鹏等生灵 最终都要反本还原 归于她自身 一旦她彻底圆满 她究竟会多强 恐怕 同境界 真的永远无人可敌了 楚风脸色冷漠 她真的有些怒了 今天 她居然要成为别人的魔刀石不成 这是不可接受的 她不允许自己大败 轰隆 她体内的门 还在被撬动中 有些门只是半开 还没有彻底大厂大开呢 她运转与爆发所有的力量 轰杀向对手 动 动 这一次的碰撞 两人间有血花溅起 无论是楚风还是洛天仙 都被重创了 这是毫无退避的硬汉 彼此杀到体内道文沸腾 楚风的肉身 毫无疑问更强大 但是洛天仙的魂光不可揣夺 她的魂力 溶于血肉间 可让自身坚固不朽 此时 九皇五龙等 都有些虚淡了 大片的浮温化红 飞入洛天仙的眉心 两人激烈搏杀 血液四溅 最严重的时候 楚风一条手臂 几乎被对方的洁白束手 以及那只金翅大棚 合力撕裂下去 相当的惨烈 而洛天仙也遭遇重创 楚风曾一拳轰穿了她的胸部 打出一个血淋淋拳洞 杀 两人争锋 两败俱伤 换成同境界的其他人上去 应该早已被他们拳头 与束手上的璀璨符纹磨灭了 再来 洛天仙轻斥 她周身都是魂光符纹 周围的至尊生灵等越发暗淡 向她飞去大面积的光雨 成全你 轰杀之 楚风低吼 她感觉体内的门 快要全部撬开了 即将展现自己最无敌的姿态 不过 她也明白 对手也在取景圆满 必然也会踏足 更为可怕的急颠状态中 如果不能更强 你便没有机会了 啊 压制我 打穿我的真身 本应冷艳而绝世出尘的洛天仙 现在静意而在地低赤 显然 她在期待 她在激动 要达成自身的愿景了 她想化掉身边所有的至尊生灵 这时 随着她在变强 她的眉心那里 鲜红晶莹的道文中 竟浮现一个很小的身影 正是她自身魂光的显照 是其真灵的体现 楚风眉光芒大圣 直接射出两条秩序神殓 一条为不灭金纹凝聚而成 一条为石冠上的金色文字组合而成 同时冲向洛天仙的元神 碰 两条秩序神殓镜锁住了她 第1606章 道可道非常道 不灭金文具现化后 成为一条古朴而沧桑的神殓 石冠上的文字 则化为绚烂的金色锁链 两者激射而出 洞穿虚空 揭发出金属颤音 不好 盗子被锁住了 那可是她的真灵啊 怎么会这样大爷 上苍的中青带 原本的笑容刹那凝固了 感觉要窒息 因为洛天仙遭遇了大麻烦 甚至说是一场劫难 居然拿下她了 想不到竟这样逆转了战局 朱天坚 各族的进化者相当的惊诧 这种结果实在是突兀 只能归为偶然性 不管怎样说 楚风要赢了 真灵被锁住 那女人还怎么争斗 杨坚有人大笑 尝出了一口气 刚才不少人都在为楚风担心 因为那个女子太强势了 简直不可战胜 上苍与下界的进化者 可以说心情大不相同 场中 洛天仙兵机遇骨 周身都在发光 尤其是眉心那里 一道鲜红金银的道文绽放光运 有一个微小版的她自己 毅力红色道文前 流光一彩 被大道符号笼罩 但是 现在她被锁住了 楚风的两部经文具现画 将她牢牢地捆在其眉心前 洛天仙青丝飞舞 仙姿出尘 她丝毫不慌 甚至可以说 从容而平静 道 你以为我是大意了吗 疏忽间展现真灵被你锁住 我是故意的 等着你来进攻我的真灵 我需要你 给予我最强的压力 嫌压力不足 将自己陷入更可怕的险地中 用来魔力自身 逼迫自己打破繁龙 更进一步 洛天仙这种言语 这样强大自信的姿态 着实惊呆了所有人 这个容颜绝力 气质出尘冷艳的女子 竟敢如此 不要说别人 就连楚风都是一阵 而后瞳孔收缩 这女人自负过头了 这是在轻慢她 认为她不足以 给她过多的压力 所以 她才这样自投罗网吗 管你是自信 还是自负 楚风脸色冷漠 眉心那里 宛若有一轮大日浮现 并流转神圣道文 两部经文显照出的锁链 发出铿锵之音 不断抖动 顿时间光芒亿万缕 锐彩照天穷 要绞杀骆天仙 道火炼仙精 道文喜真魂 我就需要这种外在大敌的压力 借你最强大道符文奥义 我我真灵 落天仙仰头 她的真灵像 是被捆在十字架上的圣洁天使 被两部经文的神链锁住 并被大道符文火光焚烧 求人得人 求义得义 求轰杀我便成全你 不管你什么身份 自己甘愿坠入险境 那就杀之 楚风毫无怜香西域之心 在她眼中 这只是一个强敌 纵然是上苍道子 一个璀璨净化文明的传人 也没什么好说的 照杀不误 咔嚓 轰隆 这天地间 道火无边 闪电成片 战场中的光芒太刺目了 大道符文化成秩序 化成雷霆 化成无边的火焰 要磨灭落天仙 当然 她不是等死 自然是在对抗 不过 她是主动踏入最危险的领域中 承受最为可怕的力量 压榨自身的极限潜能 在蒸蒸声中 两部经文化成的神链 火星四箭 崩得笔直 爆发出刺目的光滑 似乎要断裂了 所有人都震撼 这个女人的魂光本源到底多么强大 居然能抵住两条神练的脚杀 不愧为那个绚烂进化文明的道子 该进化文明主修魂光 可以说 到了高级层次后 真灵不朽 万劫难灭 比肉身更坚固 落天仙敢以魂光 直接对抗敌手的杀手锏 这不是拖大 而是信念十足 她确实有这个能力 上苍一位老怪物开口 颇为感慨 若是旁人 魂光怎敢这样离体 将真灵暴露给敌人 简直是取死之道 对于各族进化者来说 真灵相对肉身来说很脆弱 必须要严格保护 一旦负伤 将无比严重 肉身之伤可以修复 灵魂一旦受创 那简直是灾难性的 可能会彻底毁掉自身的道骨 现在 落天仙以真灵硬抗楚风的攻击 在外人看来 实在是气魄惊天 唯有了解的人明白 她并非狂妄 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而是真的有这种底气 哄 楚风身上不灭符文发光 金色蚊子闪烁 她也是动了真怒 这个女人 还真将她当成磨刀石了 两根秩序神炼 爆发刺目的光芒 直接猛力绞杀 甚至勒进了 落天仙的真灵化形成的肉身中 同时 楚风的真身也在动 一步迈出 天地仿佛倒转 逼近落天仙 要直接轰杀之 此外 最为关键的是 楚风动用杀手锏 七宝妙术 早先 她施展了各种法 都没有能重创对手 唯有这一妙术保留下来 用以防身 没有寄出去 现在 她的体外光滑点点 光伦显照 自她背后浮现 而后又到了她的头顶上方 最后向前轰去 光伦璀璨 这是楚风绝杀一击 轻易不动用 一旦全力以赴 就可能是分胜负 绝生死的时刻 早先 连主修肉身的道子真疼 都挡不住这一击 落天仙感受到了威胁 她主修魂光 神诀最为敏锐不过 她的真灵猛烈颤动 与肉身和鸣 共同发光 并且 真龙 天皇 大鹏 她的真灵猛烈动物种皆浮现 迅速融入她的体内 也融入她的真灵中 借楚风之力 熔炼这些至尊物种 当然 她的气息 她的能量 她的实力 在跟着激增中 来啊 镇压我 落天仙大声喊道 当然 她不是狂徒 她也在保全自身 其真灵拉扯着两条神链 迅速没入自己的眉心中 并未等着光伦轰杀 这一刻 楚风杀到 光伦压盖 像是击断了时光河流 威能无品 同时 她的拳印也砸落下来 似乎覆盖了整片苍穹 宏大而无敌 轰隆 最终 强盛状态的楚风 与即将突破 具有无敌风姿的落天仙撞在一起 两人惨烈搏杀 几乎是瞬间就有真血四箭 洒落长空 两人动作太快了 拳印与洁白手掌对轰 魂光与神石撞击 光伦飞舞 至尊物种化成大道符号 彼此冲击 一时间光芒滔天 两人从肉身到魂光 到妙术 再到各种隐蔽的手段 全都爆发了 这是生死之战 这是最强争锋 我要超脱 我要蜕变出真正的我 洛天仙长笑 发丝乱舞 冷艳绝丽的面容上 竟有极许疯狂之色 她到了关键一步 可以看到 跟着她的真灵 一块进入其眉心的两条神链在虚弹 要崩断了 很好 两部强大的经文 纵然我不能修行他们 但也汲取到了极许奥妙 成为我蜕变的养料 洛天仙的眸子中有惊人的光彩 这是她以身犯险的原因 虽然 她不见得能够得到经文 但她通过那种气息 透过那种大道符文的本质 看到了两部经文的方向 给予了她无限启迪 成为她变强的养料 到了她这种层次 需要的不是具体经文 某些奇思 某些妙想 才是她触碰与感悟 真我的最强契机 她所在的进化文明 不缺至高妙法 称得上是上仓最强的几条进化路之一 她只是想与不同的进化文明 碰撞出绚烂的花火 用以悟到自身 显然 她要成功了 通过对决 她看到了全新方向的道徒与火光 给予她无限的启迪 不好 这女人太厉害了 她在观摩楚风最强绝学的本质 她想偷学吗 朱天坚 各族进化者中 有不少人都皱眉 很是担忧 感觉洛天仙太逆天了 哄 洛天仙与楚风都倒飞了出去 两人全都大口吐血 这次的大碰撞 他们都受了重伤 甚至 楚风眉心那里 出现一个血洞 她的魂光 险些遭受对方反杀一击 洛天仙也不好受 身体有前后透亮的血洞 而且不止一个 那是 人们震惊地看到 洛天仙的眉心那里 两根神链断裂了 洛天仙的 真灵化成的小人 悬浮在眉心前的红色道纹外 释放惊人的能量 竟是她崩断了神链 再次显化在外 我触摸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给予了我方才无比美妙的顿武 洛天仙轻语 面上带着笑容 此时她又冷艳到微笑 气质转化得非常快 由若蔫花而笑的神佛 越发的神圣与灿烂 很明显 她要彻底突破了 攀升到最强姿态 楚风没有挫败感 也无恼怒色 而是异常的平静 崩断的两条神链 在迅速收敛 没入她的眉心中 事实上 有部分老怪物 看出了异常 因为 在刚才的激战中 无论楚风与洛天仙拼杀的 多么凶残 多么惨烈 哪怕身体被打穿 魂光都沸腾了 她都在保持某种特别的节奏 她的呼吸很稳 与两条神链在共鸣 有仙王意识到了什么 不禁轻易出声 怀疑她从洛天仙哪里 也得到了什么 倒影 两届战场前 唯有一个人最清楚 那就是妖妖 因为她掌握有同样的呼吸法 楚风闭眸 刹那后 又猛地睁开了 她也露出了笑容 与洛天仙一般灿烂 如折仙凌空 俯视人间 了不起 这个进化文明 荡真强的可怕 她在低语 毫无疑问 她是有意的 以两条神链锁住洛天仙的真灵 近距离与其魂光接触 怎能道不到一些秘密 倒影呼吸法 便是在战斗中 都能感悟到对手的一些要义 黄论 是这种有意识的设计 与灵距离接触 楚风有所获 捕捉到了部分 恐怖的大道奥义 那是关于魂光的一些至高精益 当然 不可能是全部 那是一个极其强大 近乎无敌的进化文明 任谁也不可能直接全部倒走 纵然是楚风的呼吸法特殊 手段超长 也只是观摩到了部分奥妙 但对她来说 这是无比珍贵的 该落幕了 这句话 不是楚风一个人说出来的 而是她与洛天仙 几乎同时开口 两人的气息 都在猛烈攀升 到了骇人的地步 显然 他们都在蜕变中 要动用最强姿态 打出最后一击 上苍同境界不败的道子 骆天仙 与杨坚的楚魔都动了 谁才是天上地下 中清代真正无敌的生灵 即将见分晓 第1607章 副剧离 骆天仙兵姬玉骨 像是从广寒 仙宫飞来 圣洁而冷艳 不染红尘气 超脱人事外 在她的周围 那些至尊物种都虚淡了 魂力归于她的体内 外部只剩下一些很模糊的身影 她所过之处 虚空崩塌 天地规则断裂 秩序符文黯淡消退 这个女子在走向最强状态 影响了时空的稳固 她带着大片光雨 脚下踩着一条璀璨大道 直打楚风进前 举掌轰杀 此时 楚风也撬动开了体内全部的门 几乎都已经算是敞开 自身力量攀升向最高峰 连她的眼部 都有符文闪烁 连着体内的门 至于她的肉身 更是神霞亿万缕 由若羽化飞仙 带动着天地大劫之力 她身外的光轮 也跟着愈发璀璨 与其身体内的门共鸣 仿佛要随之蜕变 哄 两人最强力量的碰撞 滔天能量冲起 撕开了苍穹 让诸天大道共振 一时间 到处都是光 淹没那里 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那所谓的光 都是道文所化 有时光碎片溅落出来 空间在随之大崩 这就是两人最强冲撞 外人什么都看不到了 他们成为了大道的载体 这是不同净化文明的对决 在那里 神华射斗牛 符文无穷 席卷天上地下 油若光艳 那是两种文明装 撞击出的火光 这样的能量 这种级别的大对决 让中青带脸色都沙白 纵然一些心高气傲的圣女 神子等 也都是涌起一种无力感 甚至有些绝望 因为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走到这种层次 那两人代表了这一境界的 最终极的力量 很难再超越 或许 只有古代那些拓路人 真正路径级生物 在年轻时 能够打出这种力量 想要压制这两人 非先帝归回少年不可 咔嚓 人们的耳中 仿佛听到了大道断裂的声音 诸道轰鸣 天地巨震 混沌弥漫 有开天气息四溢 那是两种净化文明 惨烈撞击的结果 他们各自脚下浮现的道路 在军裂 在崩灭 两人的厮杀无比可怕 极其害人 观战的人因为立场不同 偏向谁自然也不同 一些人十分紧张 脸上缺少血色 因为 这种对决 动辄就会毁掉一方的道徒 灭掉其脚下踏出的真路 有人在为楚风而忧 有人在为洛天仙担心 轰隆 两人倒飞了出去 这一刻 光芒汪洋在迅速收敛 露出他们的真身 此时 无论是楚风还是洛天仙 都相当的凄惨 两人形体都不完整了 楚风体外的光轮被破开了 并且半边身子消失 强如他的肉身都如此 可见刚才的对决多么的恐怖 洛天仙一相仿 修长的双腿彻底不见 一条洁白的藕臂也消失 隐隐一握的小蛮腰上 竟是发光的真血 两人杀到这一步 可谓两败俱伤 楚风参悟了不灭精 肉身还受损这里厉害 可见多么的严重 洛天仙脸色发白 他已圆满魂光护体 居然依旧被对方打破防御 被撕裂先机遇骨 这已经不是他所需要的压力 而是真正的死亡威胁 很快 两人身上腾起符纹 楚风的不灭精在心中响起 血肉在生 断体在续 五脏如雷鸣 绽放霞光 道骨上密密麻麻 竟是神秘闻落 洛天仙则不同 他是以眉心为源头 流淌出灿灿光滑 那是魂力 补气元气 滋养血肉 而后修补肉身 他消失的大长腿 迅速生长了出来 流出去的真血回归 周身发光 重组机体 天地寂静 所有人都在看着 没有人开口 这是要落幕了吗 谁更强一些 时间不长 楚风肉身完满 精气神再次攀升 他似乎更强了 连他自己都吃惊 撬动开体内的所有门后 他以为终极一击 最后一次的大碰撞过后 他的力量可能会干涸 无论成与败 此战都将落幕 可是 他没有想到 惨烈搏杀 力量枯竭过后 他撬动开的门内 神秘力量竟迅速汹涌 填补齐驱 他再次恢复到巅峰状态 甚至 他觉得更强了 打破了肉身 击断了道骨 然后 再以秘力重塑 等若一次熔炼 更进一步强化了我自身 楚风狐疑 几乎被打烂身躯 再次构建真身后 竟有这种效果吗 事实上 他的对手 另一边的骆天仙 也没有失去战力 眉心流淌魂光 每一缕光都混着神秘的闻落 那是该净化文明的本质奥义 被他彻底掌握了 他已恢复到了巅峰 甚至更强了 杀 骆天仙无比强势 恢复过来后 这一次他明显不同了 周身魂光涌动 道骨密密麻麻 融合在魂力中 在他的肉身外 构建出传书中的魂甲 同时 他一掌拍出时 天地万物都在站立 各族生灵都感觉恐惧 因为 一掌挥动而出后 他打出了龙 黄 大鹏 金屋等 这次可不是分化出去的魂光了 而是被他彻底熔炼归夷后 以道骨重组而形成的手段 这样更加强大了 因为 他全面掌控 竞数融合 现在 他一掌之力 等于很多种至尊生物叠加的力量 恐怖到了极致 以前他周围排列多种至尊生物 其实声势强于本质 现在则是真正化为他自己的至强神力 楚风无惧 他体内的门涌动秘立 而后全部被他加持到了体外的光轮上 迎着落天仙杀去 并且 楚风自己一通体灿烂 门内 无上伪力通达血肉间 他的拳头凝聚出了不可预测的力量 动 两人再次碰撞 没有人躲避 都是以最强手段硬寒 混沌雷霆炸开 苍穹被撕裂 光芒再次挤压满天地 两人染血 激烈搏杀 天地间的英灵 自古长存的强大意志 不灭的古代战魂 都归来 随我而战 落天仙开口 其声音清冷 如同无上先主 在号令世间 上苍的净化者倒吸冷气 他果然走到了这一步 悟通庙地 走到这一极致领域后 更进一步地升华了 一刹那 天地间 浮现出一头巨大的金屋 覆盖了整片天穹 给人以无尽的压迫感 那是 祖金屋吗 有人惊叫 太阳都暗淡了 远远无法与之相比 轰隆 同一时间 一头金翅大鹏也显现出来 挥一动双翼 压他时间 那是祖鹏的战魂 接着 一头孔雀浮现 展现出的异象骇人无比 竟吞掉了半边星空 那是古代吞掉宇宙万物的 祖籍孔雀吗 一时间 所有人都呆住了 落天仙除血魂光圆满外 还能召唤到天地 亘古长存的一些 祖生灵长存下来的魂光吗 感谢今天这一战 压力下让我明误了更多 楚风没有慌 他在领悟自己的法 在这一意中 他撬动体内的门 让蜜力不断汹涌而出 但也只明误了速度之门 以及肉身力量之门 其他的门 虽然在涌动出能量 但是他还不知道 其本质源头 会带来何等神通 现在 他渐渐领悟了 在加持七宝妙述时 他体内的一些门 不断共鸣 让他洞彻了究竟 那是某些 本源尽头的祖物质 有些门内在 涌动灼热的火光符文 有些门内在 涌动生机无限的 绿意道文 应该是目属性的祖物质吗 阴 阳 金 木 水 火 土 时光 空间 这些都是 极尽的祖物质源头 任你大到三千 法数百万 到头来其本质傲义 也难以逃脱 这些祖物质的范畴 其实都被融在当中 轰隆 在楚风的体内 临时构建出一个 闪动的九色光轮 由九种祖物质 融合构建而成 这是我的九宝妙述 楚风低语 所有这一切 都发生在电光石火间 快到其他人 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反应不过来 楚风已经在刹那间 完成了一次 妙述的构建 不过 他第一时间感应到 这九宝妙述 可以让他的肉身 无限强大 更胜以往 但是有些力量 无法显化在外界 不过 有些祖物质的力量 能够寄出去 比如火 水 阴 土 空等 共六种 正好与其体外的 光轮六宝妙述相对应 共鸣 他煞时意识到 想要九宝妙述显化在世间 他还需要继续收集 天地奇真物质 不过 眼下应该能够支撑他对敌了 毕竟 他体内的九宝妙述 可依肉身发力 杀 楚风轻斥 面对俯冲过来的 古老的天地战魂 面对那些祖至尊生灵 经世大对决 这一次楚风的力量极尽强大 甚至有些人都能够看到 他体内有九色光轮照耀 明显强于他体外的六色光轮 他在徒手 对抗祖生灵残影 震 落天仙轻斥 他自身魂光彻底大圆满了 熔炼了所有分化出去的魂 更是在号令那些天地战魂 祖灵 险召世间 许多人都震撼莫名 祖灵已是过往 竟是梦幻泡影 我指定今生 楚风开口 他的权硬弘大无匹 直接镇压了祖鹏 他体外的光轮共鸣共振后 极尽升华 异常璀璨 旋斩而去 折下了可吞掉星空的孔雀的鱼翅 钟轻待战力 这个楚魔到底强大到了什么程度 他徒手在轰祖灵残影 纵然许多老怪物也都心惊 怎能不叹 年轻时代的他们 比之场中的身影差得太远了 碰 楚风一脚踏出 跃上了祖皇的背上 将其阵列 接着凌空而起 轰向洛天仙的真身 无尽魂光沸腾 洛天仙打出炫目的道纹 化成铺天盖地的龙 棚 孔雀等 楚风霸道无比 用体外的光轮 镇压了成片的身影 并一拳又一拳地将它们贯穿 他的倒影呼吸法 在不断运转 现在他打穿的这些身影 都是洛天仙以魂光绽放出来的 现在楚风与这些魂光 不只是零距离接触 而是负距离了 更方便他道法 他稀迹 能够感悟对方的魂光秘法 甚至更进一步 让自己共鸣魂物质的源头 从而演绎出体内的石宝妙术 洛天仙处在下风 但是 他并未沮丧 相反无比镇定 口中在轻语 凡是过往 皆为序章 凡是未来 总有迹象 天地间 那些战魂 尤其是祖灵 居然都在释放特殊的道纹 飞向洛天仙那里 这世间 唯我唯一 诸是魂文尽归我身 他的声音很冷 在天地间回响 这女子 他想融合古往今来 所有最强生物的神魂印记 他的志向未免太大了 有仙王都吃了一惊 连他们都觉得 小去了这个女子 他不仅是要借对手 磨砺自己的魂光 还要汲取古代各族 始祖生物的本源 哄 果然 他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他眉心的红色道纹 吸纳十方 会聚而来的一些神圣浮光 自身变得晶莹绚烂至极 煞时间 他像是升华了 眉心的红色道纹 宛若一只天眼 可扭曲时光 空间 然后积设匹炼 刹那化生出一个时空牢笼 将楚风锁在当中 放逐 古今轮回 磨灭 他再次轻斥 在这片奇异空间中 时光流转飞速 空间幻灭 竟要形成一片人为的轮回之地 要将楚风磨灭 相克 或许 是我克你啊 楚风冷声道 在这么近的距离内 在对方以魂文构建的时空中 依旧相当于负距离 他盗取了更多的魂光秘法 轰隆 他的体内 隐约间要绽放第十种光 十色光轮要形成 咔嚓 楚风徒手轰开了这片空间 他的身体 在汹涌着滔天的能量 静止杀出来了 其身体内十色光轮明灭不定 远处 落天仙可雪 最为严重的是 他眉心的红色道文镜 也在淌血 那是道之血 败了 上苍同境界无敌的道子 竟然败了 有上苍的净化者低语 无法接受 第1608章 花粉鹿组跟道子败了 怎会如此 上苍中青代彻底炸窝了 根本无法接受这一结局 有人评测过 落天仙的潜力 有可能为禁鼓最强 一旦让他逐步释放出来 同层次中南巡抗手 今天 他借敌人之手 陷自身于生死险境中 极限压迫自身 他终究迈出最后的关键一步 彻底圆满 可是 就在他攀升到最高峰 展现无敌姿态后 竟然被人击败 这怎能不让上苍的人震惊 所有人都很失落 就是另外几位 跟随下界而来的道子 也在出神 难以置信 落天仙都败了 岂不是说 我们也都不是他的对手 略微回过神来后 一位道子满脸苦涩 净显落寞之色 统领域激战中 无人可敌落天仙 想要战胜他 只能境界比他更高才行 这 上苍的天骄 真正同阶无可匹敌的人 一个至强进化文明 最惊艳的道子 就这样在下界被人击败了 连上苍一些老怪物都失神 感觉这一战局的落幕不可思议 他们太清楚 落天仙多么可怕了 底牌与手段 还有潜能等 足以横推古史中 记载的各路传说中人物 他在当世隐约间 已经被部分人称为上苍之子 可是 他还是败北了 阳间 宛若山崩海啸般 各族的生灵 不朽的道统中 都传来激烈的热议 以及嘶吼声 楚风战胜了落天仙 力压上苍潜力最强道子 这一战绩绝对是惊世的 诸天各界无步震动 诸族沸腾 想不到我败了 这世间果然没有谁 可以一路绚烂 没有常青的人 我今天理解到了 其他道子的苦涩 这与我来说 或许是人生中 最为珍贵的一次体验 落天仙开口 他起初带着失忆之色 但是说到后来 他竟又快速坚毅起来 美眸中射出惊人的光彩 这些年来 他击败了一位又一位道子 而今天 他自身也终于尝到了 最为惨烈的一次败过 他没有痛苦 更为低头 这种人无惧挫败 道心坚固 哪怕今天被人从九天打落 他也没有沮丧 其信念坚定 无可撼动 他极其美丽 纵然是被重创 银白躯体上魂甲破碎 眉心鲜红金银的道纹上 躺落下道之血 他也不显狼狈 原本就有种超尘脱俗的道狱 而现在负伤后 更多了种七叶美 不过 这还算最终的落幕 正常对决的话 这次我败了 可是 我还有手段未曾施展 落天仙声音平缓 虽然险些被楚风直接轰杀 但是 他现在没有敌意 依旧坦然认为自己的确输了 只是 承受败北是一回事 愿意救离去 又是一回事 他这样表态 难道还想再战吗 我并非不认输 而是眼下我想搏一把 或许 我能更强 对你来说 是危机也是机缘 落天仙竟说出这样的话语 他问楚风 是否要继续 此时 楚风周身灿烂 体内魂物质渐渐参与构建出十色光环 让他强大到了某种极致境地 而在他的体外 六色光轮也共鸣 将他衬托的超然尘世上 有种万法不清 百结不坏之姿 现在 楚风无论是精气神 还是真正的战力状态 都攀升到了自己当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他自然无惧 不怕挑战 事实上 他还颇为稀迹呢 因为 他还想近距离接触落天仙 想盗取更多的关于魂光的经文 两人还要再战 整片战场 瞬间安静了下来 落天仙 你被重创 都已经流淌出道之血 再不去休养 道徒可能会就此毁掉 有真仙及圣灵开口 劝阻落天仙 无妨 落天仙谢绝其好意 同时 他身体发光 随后他手中光芒一闪 浮现一条 囚龙 不 那是一条树根 虽然不长 但是 形态苍静 老皮开裂犹若龙灵 整体宛若一条囚龙版 他以树根对着自己眉心一点 根须连上了那条鲜红金银的道纹 散发柔和的光 时间不是太长 他的道之血回流 那条红色道纹 重新绚烂起来 众人震撼 许多人都看出来了 他被触摸重创 遭受了大道之伤 长时间休养 都不见得痊愈 很容易留下后遗症 可是眼下 他居然再不是很长的时间内 就复原了 落天仙手持神秘树根 静止道出他的来历 这是花粉鹿进化史上 曾诞生过的 一株祖树的根须 很可惜 当年他焚毁了 只留下这样一段根筋 不过 相传他曾接触一颗种子 不知道失落在哪一界 是他 这一刻 连上苍的仙王都动容了 眼神火热 盯着那条古意沧桑的树根 不过终究是没人敢动手 因为落天仙所在的 净化文明太惊人了 这一脉有真正的 路径及生灵作证 谁敢出头 绝对是作死 楚风表面平和 但是内心中 却是涌起了滔天巨浪 他第一时间明白了 那是什么 他甚至感觉到身心的悸动 以及体外六色光环的渴望 要与之共鸣 昔日 花粉净化炉 曾入上苍 后来因为种种缘由 又退回来了 楚风自语 常人或许不知道 但部分老怪物 却知道这则秘星 这不是让楚风心惊的地方 真正让他心中震撼的是 那树根的气息 与他收在石盒中的某颗种子一致 三颗种子 有一颗一直在伴他成长 随他净化 随他一路开花结种 那树根 正是与这一颗种子的气息同源 楚风生感意外 这颗种子每次生长 无论是化成花草 还是藤蔓 亦或是大树 最后母株都会分成灰烬 止于下一颗全新的种子 上苍 怎么会留下他的一段根须 骆天仙道 昔日 整树树体都被烧毁 上苍一位至高生灵 以莫大手段 保留下最后一段根须 可惜 各方出手争夺时 种子却遗失了 被陆境及生灵得到 并经过加持的神秘根须 自然不可揣夺 难怪可以让骆天仙的 大道之伤愈合 楚风眸光灿灿 盯着那段根须 事实上 这对他自身的进化来说 用处不大 只是相同的气息 让他共鸣 真正需要的 是他体外的光轮 加强并变异版的七宝妙术 树根中 蕴含着举世无双的 某种天地奇真物质 微木属性组物质 原本楚风就曾想到过 当有一天 他进化到高层次 那颗种子无法再蜕变 诞生的植物走到极点时 或许他就可以收获 木属性的最强天地奇真物质了 现在 竟有这样一个机会 他或许可以提前得到了 为什么不迎接最后的挑战 楚风很渴望 他或许会得到很多 骆天仙道 对于花粉鹿进化者来说 此树根或许是机缘 也或许是 无法抗行的压制 你要想好了 来吧 楚风目光璀璨 锁定了那条树根 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自身已经打破花粉鹿 在这个领域的天花板的压制 并且 他就是因为汲取这条 根须对应的花粉 一路进化而来的 根本无惧 哄 骆天仙挥动那条 如同球龙般的树根 杀过来了 而楚风没有躲避 抬手就向那树根抓去 咔嚓 整片天地像是被劈开了 两人冲到一起后 被那树根连在一起 各自抓住一端 无尽的大道碎片飞舞 都是自那树根浮现出来的 镇压楚风 漫天都是光束 嗡 楚风身外 六色光纶颤抖 直接覆盖了上去 附着到了树根上 可求目属性的天地奇真物质 天塌地线 两人对峙 通过树根连在一起 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能量风暴 接着 他们又一起冲击 像是神红惊天 贯穿苍穹 在天地间纵横 不断碰撞 我要树根中的至高魂纹残影 落天仙低语 这是他的目的 想要昔日花粉路源头 那个女子残留的魂光纹落残影 真正的魂自然早已不存 事实上 以落天仙的境界 也根本不可触及 他想要的是 魂纹在很多个纪元前 显照的影子 留在树根中的一丝气息 通过昔日的显照 残留的微弱到 不可觉察的魂纹投影 他一样可以解析 与得到莫大的好处 总的来说 如果成功 他与楚风将是双赢 轰隆 两人不断通过树根碰撞 涌动大道符文 既是对决 也在各取所需 落天仙神诀极其敏锐 他早已觉察到 楚风走上花粉路 可能有特别的际遇 甚至与此 树根有关 说不定能激活他 而一般的花粉路进化者 但凡触及此树根 正常都会被天生压制 现在 他吃惊而又喜悦 感受到猜测成真 楚风真的激活了此树根 轰隆 天地大爆炸 楚风没有被压制 他一边汲取 树根木属性的组物质 一边与落天仙切磋 因为 他很贪心 不仅想完善 属于他自己的七宝庙述 还想得到对方 关于魂光的至高经文 两人宛若神佛 又若混沌真魔 速度太快了 爆发出的气息 也极尽恐怖 划破长空 不断在飞速移动 在此过程中 他们都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哄 落天仙凌空而立 无穷的符文在周围绽放 某种魂文最微弱的投影 感悟极深 他忍不住再次出手 没有握树根的另一只手 斜滔天的神力 向着楚风拍击 如同天仙下界 扫灭红尘 那种力量太强大了 整片战场的时空都模糊了 天地秩序被他扯断 这方天地 像是容不下他的 盈盈发光的战体 砰 一瞬间 长空炸开 其魂光太可怕了 其行动轨迹 导致天地规则都崩断了 很难想象 他现在到底有多强 打向楚风时 其形体宛若带动着非仙之力 要打破大世界 轰开一切阻挡 神党杀神佛党是佛 众人震撼 他似乎比不久前更强了 嗡 楚风体外 六色光轮直接变成了七色 成为名副其实的 属于他独一无二的七宝庙术 当然 距离他理想中的十宝庙术 还差三种天地奇真物质 主要是他想得到最强大的组物质 所以短时间内难寻 不过眼下确实是巨大的收获 他收集到了第七种天地奇真物质 实力无疑又上了一个台阶 好 楚风黑发披散 忍不住一声大吼 吐气如星河 撕裂天穷 纵然是地面 在这种渔波下 在很远的地方 许多混元级强者都毛骨悚然 竟站立了 宛若草食动物 见到了黄金狮子王 至于天尊 有些人想要观摩这次之强大对决 离得过境 在楚风吐气波动中 身体竟在军裂 好 尤其是 随着楚风第二次更强的大吼 有神王炸开 有天尊肉身崩溃 有混元层次的净化者 肉身裂开 满身是血 过境者无不头皮发麻 急速倒退 在场的真仙急忙出手 庇护众人 同时 仙王也动了 将身体瓦解的人重塑 救了他们一命 许多人逃向大地尽头 连混元级强者都在匆忙大撤退 众人无不震撼 碰 最终 洛天仙被楚风击飞出去 冷艳的面孔上写满金融 他口鼻一写 终究还是败了 不敌触摸 不过 他没有沮丧 更无失败感 而是很宽扬起笑容 一个冷艳气质的女子这样笑起来 竟显得分外灿烂 绝美无比 因为 他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他坚信 经过一段时间消化后 他会更强 我败了 我相信 其他道子与你同一境界的话 皆不敌你 洛天仙干净利落的认输 并给予楚风最高评价 认为其他道子来了 有望有一天在上苍与你重逢 再切磋 他走了 转身后瞬间消失 洒脱没有任何牵绊 纵然战败 亦没有影响到心 现场鸦雀无声 众人失神 不可接受吗 不 早先就接受过一次了 现在 洛天仙自己都已认输 并认为 上苍其他道子 也绝对无法匹敌楚风 给予这种评价 谁还能不服 此时 七色光轮将楚风笼罩 他看起来神圣而强大无品 好了 现在可以推天地 国为了吧 九到一开口 看向上苍的众多进化者 这意思是 没你们什么事了 还用推吗 当然是我家大楚地 欧阳怪龙满嘴托沫星子 四处喷剑 在那里理所当然地提名 什么玩意儿 他在说谁呢 大楚地 没听懂吗 楚地 这么无敌 加一个大字怎么了 欧阳蛤蟆邪逆众人 第1609章 地位 大楚地 怪龙还真敢说 大楚立元年 两届战场前 欧阳蛤蟆醋 老谷开口 怪龙听到后 一蹦老高 寒毛倒数 狠是发怵 老谷 凭什么呀 你这么诅咒我 还是说你 发现了什么危险 你这样挑衅各族 容易早腰 老谷瞥了他一眼道 差不多了 该立天地了 各位倒有什么想法吗 九到一开口 分明是在定调 无论如何 今天也该出结果了 注定是影响 猪天的大事件 是啊 该落幕了 嗯 还有你们 也该上路了 狗黄也开口 并看向上苍的生灵 示意他们该走了 上苍的进化者 心中滋味难鸣 为了争纳造化果味 他们这样兴师动众而来 结果却一败再败 实在是心中发苦 所有人都清楚 这次上苍 这次上苍只是某一区域的小部分进化者降临 不过是冰山一角 真正的上苍不可揣夺 实力若是全面显照 足以倾覆诸天 可是这样败走的话 还是让他们觉得非常难堪 消息传回去的话 其他未参与今日事件的进化文明 多半要吃消 还要对决吗 再说了的话 不要逃窜 九到一身边的三位老兵开口 言行彪悍 绝对的粗犷与不客气 这三位老爷子 不久前曾发狂追杀上苍先王 拳头与兵器全是王雪 一个比一个奔放 碾压的对手无话可说 三人经过先帝泄稀里肉身 纵然是上苍的先王 都打不动他们 是有些不甘啊 无来了 想与同层次的道有切磋 上苍的进化者中 竟真的有人开口了 那是一个青年 最起码外表看起来如此 不过双目有些岁月积淀的气息 站在中青代的后方 许多进化者回头 有人第一时间认出他的身份 瞳孔收缩 震撼的惊呼 竟是稻子 云峰 云峰稻子 排位第十一名 在中青代中 属于高境界的绝顶强者 名气极大 很多人吃惊 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的 按照进化层次划分 他相当于阳间准大雨级的生灵 已经算是顶尖高手 可以 我与你切磋 并不是楚风上前 而是夭夭 他迈着轻盈的脚步 空灵若先 来到战场中心 这次 上苍来了一个准大雨级的稻子 在中青代中 这种进化层次 实在是有些射人 好 稻子云峰点头 双目中绽放射人的符文 整个人都弥漫出大道气息 一步迈出 宛若星空倒转 山河自行消散 他跨越长空 直接出现了战场中央 然而 一声轻叹传来 阻止了稻子云峰 不必站了 云峰稻子回来吧 有先王开口 稻子云峰皱眉 他想为上苍挽回一些颜面 以他的实力来说 足可以横推诸天各族的所有对手 毕竟 翻遍史书 楚风这种怪胎都属于特劣 漫长光阴 无尽时代 能出现一个就不错了 但是 眼下楚风的境界比他低 一位先王开口 竟带着金戎看向夭夭 叹道 这多半又是一个弟子级生灵 又一个弟子级 这种点评 还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而后 各方哗然 无比震撼 这世间出问题了吗 出了一个怪胎处魔 怎么还有一个女子也相近 让人难以置信 上苍的先王再次开口 道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他已经融合两个净化文明的精粹 这样的人若是自身不崩 就一定会踏出超越极限的道徒 夭夭最初走花粉路 可是坠入大阴间后 又得到了女帝的传承 同修两个净化文明的路 最终融合成功 事实上 历代以来不是没有人尝试过 但是跨越不同净化文明 全部想要掌握者 不是归于平庸 就是自崩 只有极其罕见的精彩绝艳者 能过那一关 打破天花板 超越极限 道子云峰扭头就走 相当干脆 没有执意要站 并非怯懦 而是他自身一感受到了 那个空明若先的女子十分可怕 他的本能直觉告诉他 真要决战 他多半无法为上苍找回颜面 与其如此 他还不如果断地罢手 遥遥微笑 没有再逼迫 他这光雨清零地退去 现在 上苍中清代看下戒进化者的眼神 完全不同了 除了凶残的楚魔外 想不到还有一个 上苍一些老怪物 也都脸上发烫 他们都是为抢下借天地 果位而来 不曾想尽是这么一个局面 若是没有人愿意担当大人 老夫自荐 勉为其难 就暂时登上那个位置吧 九道一开口 这脸皮 也没谁了 许多人都看向他 各方打生打死 都想争夺呢 你倒好 还勉为其难 狱外 一位无比老迈 驼背弯腰的老先王开口 道友 你不要为难 老朽愿意兼单苍语 以我残躯之称 将轻之轻天 我去 人们感叹 这些老货 一个比一个不要面皮 竞争天地果位的好处 大道无边 甚至能让先王中的 无敌巨头进阶 游望成为准路晋级生物 尤其是 这次的天地果位 可不是一个大世界之主 而是诸天共推的地作 有野心勃勃的绝代先王 甚至想借此遥望 真正的路径领域呢 上苍的部分进化者 何以不顾面子 匆忙杀到下界来 还不是看上了这种大造化 有上苍的拓路者认为 这种诸天共推的果位 应该可以造就出个 道祖籍生灵 这时 一位年轻的先王开口 我觉得 各位前辈历经沧桑 饱经磨难 一路走来 付出太多了 现在不应再肩负天地 将绷之压力 一切还有我等 晚辈愿意分担 该我们站出来了 肩负重任 先王领域中所谓的年轻 也绝对是史前时代的生物了 但比起九到一 狗黄等活过 不止一个纪元的老怪物 确实算是血气方刚 他这样开口 顿时让一群血气干枯的老怪物 脸色不善 这不是明摆着说 他们老了吗 让他们退位 将机会留给年轻人 却有道理 我觉得 是该给年轻人家重担了 有人附和 一位史前时代的 堕落先王开口 真正的中青代进化者都撇嘴 你们要点面皮可好 史前时代的老家伙 也敢说自己年轻 这时 老谷适时插嘴 道 如果推选年轻人的话 我觉得 黑帝最合适 通体漆黑如墨的狗黄听到后 装模作样 一副谦虚的样子 道 嗯 你这样推举我 着实 很有眼光 众人无语 还以为他要谦虚呢 结果说到最后却说 别人有眼光 理应选他 老谷有些发呆 道 狗黄前辈 没推选您 我说的是黑帝 成道于史前时代的离先王 说到这里 他看向黎达 这是典型的帮他大哥呢 称呼黎大黑手为黑帝 狗黄眼睛喷火 道 反了你们 本黄当年以黑为号 你们想篡夺黑黄与黑帝 这样的名号吗 事实上 黎达一点也不领情 脸色发黑 瞪向老谷 很想说 这是什么破名号 黑帝 这是在说他史前大黑手的过往吗 简直是在接他的黑历史 既然是诸天各界共推 那么何不直接投票 一方先王势力拥有一票 四节雀族的老怪物站了出来 他们的本族在域外 有绝顶先王坐镇 不错 理当如此 各族共推 自然是要体现出公平公正 原族的先王点头 亲自上场了 九道一当场冷笑 这是典型的 要摘桃子吗 方才打生打死 他身边的三个老兄弟 是绝对的主力 经过先帝血洗礼 震慑了上苍的先王 三人是逼上苍退出的最主要原因 当然 楚风压制上苍中清代 击败数个净化文明的道子 这也是一种极精绚烂的光彩 起到了巨大作用 可以说 这次他们这一脉有鼎定之功 结果原族 四节雀等 却嚷着蒲雪 显而易见 这群人是想联合起来 将第一山排除在外 真是笑话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天地是这么选出来的呢 九道一冷笑连连 他身边的瘸腿老兵 脾气更火爆 道 哪个想做妖 过来 那只麻雀看什么看 说你呢 我帮你拔毛 洗干净了 准备下锅 老兵指着四节雀 竟喊为麻雀 要煮熟吃掉它 没错 哪里来的家巧 再嚷嚷的话 直接烤熟吃掉 狗黄也附和 呲牙等着四节雀 四节雀族脸色难看 但真的没敢再开口 嗯 真热闹啊 多年未归 今日回来 竟遇上了这等盛事 无愿尽一份力 有人从天边走来 身影模糊 让周围的空间扭曲 他仿佛不是活在现实中 大多数人没什么感觉 可是 所有仙王的脸色 却都变了 这绝对是一个绝顶仙王 实力异常强大 这个生灵 应该已经走到 仙王领域的顶端了 让人吃惊的是 他身边还跟着一个人 众人都认识 竟是那五疯子 五疯子 在阳间号称五皇 可却在两届战场 吃了爆亏 被那个自明山中复苏 并留下时光经的 矮小仙王禽柱 要当做道童 结果五疯子留下肉身 其魂光顿走 现在 他又回来了 而且跟在一位 神秘强者的身边 这是无师 五疯子开口 介绍了来人的身份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他竟然是五皇之师 这味道有点熟悉啊 狗黄砸把嘴 与此同时 那个自天边来的模糊身影 也看向了狗黄 其嘴角微微抽搐 道 道友 可否将我的骨还给我 虽然那是我退下的肺骨 可是 若被吃掉 也不太好啊 别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可不远处 楚风却是煞时间明白什么状况了 当初 他去阳间极北之地 洗劫五皇道场 那天 竟同时引来了狗黄 他将五疯子师父遗留的道骨 给叼走了 那一天 五疯子的所有弟子徒孙 都曾仰天悲乎 祖师被狗叼走了 对于五皇一脉来说 那一日 简直是至暗时刻 不堪回首 而混合大战时 狗黄还曾放出来那具道骨 控制其战斗 现在 苦主来了 什么破骨头 你找错人了 狗黄死不承认 而且很快又补充了一句 就是有 估计也被我荡柴烧光了 这突围疤狗 都干了什么 太飙汗了 先往骨荡柴烧 俯师最了解他 无论是什么宝物 到了这狗东西的手里 就别指望再还回去了 门都没有 哪怕是根本没什么价值的废物 这都是小事 一会儿再找骨 九到一开口 五疯子站在自己老师身边 听到这种话语 不禁面皮颤动 不过他现在彻底不疯了 很本分 很老实 面对一群老怪物 他不适合出头 他的师父 那道模糊的身影一阵沉默 看得出是在克制 没有爆发 等了片刻才到 那是吴之身 叼走了 被烧了 对我来说 怎么算小事 他实在有些忍不住了 在混沌中 游历与冒险无尽岁月 纵然对抗先天混沌神魔等 都没今天这么躁动过 干火喷涌 九到一旦然开口 不就是一副骨吗 我的骨 我的血肉 都跑出去一两个纪元了 我都不着急 年轻人就是毛躁 淡定点 众人 五疯子的师父 还能说什么 原本有许多话想说 结果都给憋回去了 你我等 自身之恩怨 在滚滚洪流 天下大事面前微不足道 如今 诸天都可能要轻浮了 这些私事随后在意 有先王开口 倒不是为狗黄说话 而是想迅速推选出天地位 虚空颤抖 先后有数道模糊的身影浮现 影响到了时空的稳定 他们显照出来 那是在另一片大世界投影而至 见过师尊 两届战场前 有些人失礼 失礼的人中竟有太医 南驼等 他们与五疯子一样 号称阳间的黑暗源头之一 同时 他们当中 有人当日 也被动参与了混合大战 在那一战中 他们便已经暴露了 自身之后 连着莫名世界 有模糊身影支撑他们 毫无疑问 今日他们彻底放开了 与身后的大世界沟通 请动了各自的师尊 都是绝顶先王 无等也感兴趣 天地果位非同小可 无愿见正欲维护 那几道投影 先后表态 世人凛然 诸天各界先王折服 高手隐秘不出 到了今天终于都渐渐露头了 再过去 一个纪元都很难见到 这种生物的身影 佛 这时 有今生佛族走来 皮包骨头 但是 周身金光万丈 引动天象 缠唱轰鸣 连佛族这种号称 超然世外的强大种族 都忍不住了 开启封镜 自石塔中 放出上一纪元的设例子 显化出先王及老僧 来到两界战场 天地果位 关乎着大造化 可以让绝顶先王 更进一步 成为准先帝 自此之后高高在上 万劫不灭 各方谁不动心 所以 纵然是一些沉眠的老怪物 不出世的生灵 都在今天先后现身了 争来争去没什么意思 我提议 请仁皇一族继位 域外 一位先王开口 仁皇 楚风惊讶 他对这一族 一直很感兴趣 毕竟 他曾蜕变出过仁皇血脉 据说 再走下去 就仁皇血统 不过 在今日他化去了那种稀有血脉 反本还原 重回先红的正常人族血统 事实上 他并不遗憾 也没有觉得不妥 因为感觉 现在更契合自身 更契合天地 他实力明显变强 打破了花粉路 在这个境界的最高天花板 狗皇不高兴了 道 什么人敢称仁皇后代 真正的天帝后人都没说话呢 说到这里 他看向了妖妖与羽皇老人 那才是天帝的后裔 接着他又道 哪个鸡脚嘎拉冒出来的 所谓的黄血后人 是本皇我的后代吗 前半段别人还能忍 但是后半段 让仁皇一脉忍无可忍 他们的 你被称为狗皇 也想当我们祖宗 放肆 仁皇一脉 有人喝道 你说谁放肆呢 是想找死吧 本皇一爪子拍死你 狗皇寒声道 直接就要动手 很多年了 还真没有几人敢这么呵斥他呢 众人凛然 双方都不是擅长 仁皇一脉 居住在诸室外 那里号称三十三重天 毗邻混沌 地位无比超然 咦 有些熟悉的味道 狗皇的鼻子太敏锐了 嗅了又嗅 突然瞪元同龄大眼 道 你们有上仓的味道 算了 道友你等也退走吧 回归上仓 就不要掺和了 上仓的一位仙王开口 看向所谓的仁皇一脉 众人吃惊 那仁皇一脉 居然来自上仓 本想游历各界 体悟红尘 在不同的世界都悟到 既然被识破 那就算了 我等今日 一回归上仓 仁皇族一位仙王开口 我推举羽上老人 他是天帝的后代 楚风开口 他的实力 不足以担当大任 元族直接反驳 当年正是他们害的羽上 家破人亡 自然不可能看着他上位 各族低语 虽然认同羽上的身份来头 但是 却也都承认元族说的事实 羽上老人实力不够 得了这种大造化 也是浪费 谁愿助我 推选我得天帝果位 我由此可能会画 成路禁忌生灵 远方 黑暗无边 一个老迈的仙王开口 是一位彻底陷入 深渊的堕落仙王 久到一冷亨 道 你 自身勇士光明之心 难道还想成为 堕落仙帝吗 不过 纵然是给你造化 你也不行 蜕变不了 忽然 远方光芒点点 一道身影走来 虽老太隆中 但却也带着地气 在他周围有四灵环绕 有神圣道文笼罩 压制的整片天地都在战里 他虽然有些老迈 但是的确有帝王之气 这又是谁 又一位不认识的绝顶先王吗 祖师 羽皇开口 号称史前不败的神话 他竟直接拜倒下去 老人点头 让他起来 随后 这个神秘老人 对九道一失礼 又对狗黄于府事件大礼 道 晚辈见过两位前辈 你是 无论是狗黄还是府事 都感觉有些熟悉 但却又想不起来 他是谁 是他 杨坚曾经的伪天帝 有人惊呼 道出他的身份 什么伪天帝 许多人不解 杨坚这一纪元 曾有过天帝里 按照那种历法 九百六十多万年过去了 可你们知道 那个天帝是谁吗 就是眼前此人 有老怪物道出他的身份 在这种超级古老的生灵心中 并不认可当年所谓的天帝里 认为他是伪帝 什么 是然是他 各方不少人都震撼了 他不失去了吗 承受不起大因果 道崩而亡 今天居然又现身了 料想应该是他抽身的早 所以未死 有人猜测 前天帝 也就是不少老怪物口中的伪帝开口 认真地看向狗黄与府尸 又一次开口 两位前辈 我准备多年 无比可求于想争这一世的天帝位 我有把握更进一步 将来可镇压不祥与诡异 你究竟是谁 府尸咒眉问道 两位师叔 我父是一位真正的天帝 曾与三天帝并肩作战 但他 不幸陨落了 来人开口 众人道吸冷气 这是一个真正的弟子 狗黄与府尸 也心中俱阵 一跟着 倒吸了一口寒气 彻底盯住了他 第1610章 大一桶 府尸看着他 一阵纠结 道 该不会是我儿子吧 众人 昔日伟天帝的脸色 直接僵在那里 他已经失了大理 不惜喊了师叔 可你却 还想做我爹 纵然是他涵养极好 也有点不能忍的感觉 很多人看向府尸 眼神一样 这老家伙什么来头 占人便宜啊 府尸老脸发烫 自己也觉得莽撞了 但他还是嘴硬 看什么看 你们不知道而已 当年我之真身在某一纪元 可与三天帝比肩而立 今日所剩 不过是残魂 非真我 我父 古拓 阳间前天帝开口 一脸严肃之色 府尸顿时一惊 道 古拓 好久远的名字 当初我们打进破碎的仙狱中 与他相遇 成为盟友 是啊 那个时代 我曾有幸见证过三天帝的绝世风采 古拓的子嗣开口 他又记得 当时九条龙拉着一口青铜棺 在这三天帝的弟子门徒等 浩浩荡荡 进入仙狱 须知 那是在一个不可能成仙的年代 域外三天帝竟生生打破极限 踏碎神话 率众闯入仙狱 古拓 在那个时代 算是仙狱最强者 的确可与三天帝并肩而立 但是 大劫来临后他 不幸战死 府尸盯着他 道 真的是你 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古青 想不到数次大劫后 还能见到你 竟活了下来 来 让我看看这个孩子 狗黄也是吃惊 毕竟这是曾经的故人之子 他虽然同古拓交情不是太深 但毕竟 都是从那个时代活下来的生灵 许多人震撼 前天帝没死出来要争慰 而且 竟然还有很大的来头 远处 楚风也是惊异 当初 雍州的霸主想要统御阳间 随后竟揭示出他背后有猛人 其师门长辈不败羽皇不久后出世 而今看来 羽皇也只是个小自卑 竟是前天帝古青的后辈 这就能够理解了 为何雍州一脉 总是念念不忘 想着统一天下 你这大楚地位要不保啊 欧阳怪龙对楚风低语 这时 九道一传音问楚风 道 你要真想试试那个地位 其实 并不是什么好事 楚风问道 灯灵那个位置 真的成为盗祖籍的生物吗 会否因此而有什么大因果 此时的两届战场前 气氛微妙 各方势力都在暗中密移 相互结盟 不断相伤 都想得那无上果位 九道一传音告诉楚风 那个位置对先王以下的生灵来说 没什么用 真坐上去 绝对承受不起那种大因果 自身必然道崩 毕竟 这次可不是小事 而是诸天共推的果位 先王应该能够借此再上一个台阶 实力激增 楚风听到后 第一时间支持九道一去征那个位置 或者他身边的三名老兵 去坐上那个位置也可以 九道一神色无比凝重 道 那位置不好坐 意味着无边大因果 而且可能与我道果相冲 别看现在诸王争的欢 真正接触那种本质真相后 估计不少人会打退堂鼓 许多人都知道 那个位置不好坐 站得有多高 将来就可能会崩得有多惨 这位置适合那些收集众生院里 凝聚各族信仰的强者 我们这一脉 压根就不走这条路 虽然先王 可借这次的果位更进一步 但最有效果的 还是佛族 道族这种 被人供奉在四观中的道统 以及古清这种 做过各种准备的生灵 至于我 还有那头黑狗 不过是随口一提 并不是真的有意相征 你以为这次的大造化是什么 那是诸天海量的众生院里的加持 那是道运 这种外力融合进来 效果明显 但是 有朝一日 你与无尽院里相充实 或者道运不在你身时 会怎样 有些大因果 不是谁能都承受得起的 古清 佛族 元族 堕落先王族等 都是有备而来 一直在谋划这个果位呢 经过九道一案中解析 楚风促眉 深刻明白了 这池子的谁有多魂 有多深 以他目前的状态不能参与 狗黄看着古清 本皇原本还想当一次诸天公主 哪怕只是刹那间 随后再传位 也毕竟算是青史留名了 不过今日贤侄你来了 我就不与你争了 可你要想好了 坐上那个位置 背后绝对有大恐怖 一个弄不好 就是万劫不复 死无葬身之地 他早先 果然只是想争来做一做 留个名而已 并不是真要当公主 前天地鼓清叹气 道 我已经没有退路 昔日险些道崩 如今唯有借诸天无尽 生灵愿力加持 吸引道运附体 我才能治愈旧伤 并能冲破桎梏 成为道祖籍生灵 既然如此 先知 我也帮你争 俯师一开口 很快 他又皱眉道 奇怪 我觉得丢失了很多重要的记忆 看到故人子嗣才有所觉 这是什么状况 狗黄一惊 啊 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像是 还有一个我 彻底丢失了 而今才有所觉 两届战场前 各方激烈争论 各路先王都在参与 似乎都想上位 什么状况 不是说不适合的人 登上那个位置 或许没什么好下场吗 楚风狐疑 老谷开口 道 这是谈资啊 不管能不能成 以后都可以对后代 对后世人说 当年老子 我竞逐过天地位 他大哥黎达 回头瞪了他一眼 因为 黎达也在参与呢 当然 他不是为了谈资 而是为了赚筹码 我离天地可以放弃这个位置 但是 你们得给予我补偿 黎达正何人 做生意呢 老谷掩面 不忍直视 他觉得黎天地推不讲究体面了 楚风一看 立刻昂首走了过去 道 我楚天地要退出也行 诸位将时光妙述 空间本元金抄出来 给我看看 然而 没人搭理他 他不是先王 被歧视了 成何体统 天地是这么吵出来的吗 九道一受不了 最后一声大吼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因为许多人都知道 这次九道一身边的三位老兵 出了大力 具有无比可怕的威慑性 他说话没有多少人敢对着来 我们这一脉放弃了 就是他吧 九道一清点前天地古青 显然这是看在狗黄与辅士的面子 一时间 现场又一片喧嚣 我们自然也支持他 狗黄与辅士开口 古青有备而来 诸天中有些先王 与他早有共识 不知道多少年前就结盟了 现在立刻支持他 大一统的时机到了 最终 经过妥协 经过秘义 经过各方的角逐 与达成一致性的利益条件 古青上位 前天地将要再次登临上那个位置 这一天 长空落雷霆 虚空占到花 诸天共鸣 意向无边 当各路先王的旨意 传回各自所在的大世界 当诸天各族都知道天地心力后 宏大的怨力汹涌 大道之光蒸腾 滚滚而来 垂落向两界战场 当日 古青被各色斑驳的符文光束淹没了 诸天各大世界 全都共振起来 大道和鸣 天地间涌动着惊人的锐光 宛若汪洋 不断向着两界战场凝聚 众人悚然 这是超越先王级的生灵在蜕变 还下界一份人情 我知兵器借杆等积许流光 这时 上苍传来声音 昔日曾造就古青 成为伟天地位的三件地气的残影 今日真正显照出来 凝聚在一起 成为一器物 而后洒落下来三道光 出现在古青身边 也加持进他的造化中 隐约间可见 三件兵器 融入了宏大怨力海中 我又感应到了 那个地方 模糊地浮现在我的面前 以为不想不念 就能让我遗忘 断绝我的归途吗 曾经踏着地谷的我 终将要回来 上苍 无边世界汪洋中 那个自称踏着先地谷而归的人 再次有了感应 加速前行